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各位啊 谢谢大伙 谢谢各位的掌声 感谢各位 谢谢大伙 不用鼓掌 投一场节目 开场节目 让您各位适应适应 两个小学生 小学员吧 上台陪您聊那么一会儿 先聊一段 其实不是很好表演 不好来啊 要是有那个观众刚进来 投回来 对不对 而且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也比较多 节目是比较多 我们也有任务在身 是 快点说 我们呢 也确实 我们属于是小学员 是 这个破车别爱破道 我们都是破的 就是这意思 好道 赶紧一眼赶紧下去 对别占用别人的时间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 上台也报幕了 说了 报完以后呢 我们这上来按照这个节目说 对啊 这不都是这样 都得这样 像我们的主持人多好 好啊 叫 奇奇 奇奇 你又起了呀 有点鬼 奇奇 我们的管叫解 是 您也能看见 大高个 大高个 他呢 你管那叫大高个啊 大高个 快走地里去了 什么话呢 大高个呢 我不得捧人家说吗 那我怎么说 我是递出了 上来了 对吧 那不能那么说 宝听啊 是 大高个 其实人家也会说相声 哦 他还会说相声 哎 那都是之前了 往前倒个五六年 哦 五六年之前 人家不也说相声吗 说过吗 斗跟 他还斗跟来着 他必须得斗跟 为什么呀 他有捧跟 观众看不见 哎 你知道吗 桌子给挡上了 哎 所以说他必须得斗跟 哦 人家说相声啊 报幕啊 嗯 人家为了什么呀 为什么呀 挣钱呢 什么废话呢 不是 钱呢 都是为了挣钱 我们都是为了挣钱 啊 说相声呢 各位 嗯 不怕没各位笑 笑话什么呀 这个 嗯 家里穷的居多 那是 是不是 确实穷人 都是没有什么钱 嗯 你不光说我们现在 哦 你往前倒 哦 往前说 往前倒个 嗯 二十年 二十年以前 二年够瞧的了吧 那够瞧的了 那老先生要上台 嗯 那不也是吗 没钱 哦 挣着钱 我们说一下穿大褂 嗯 里头得有一裤子 是啊 啊 得穿裤子呀 穿裤子 能裸着上来 这 这裤子啊 都买不起 裤子买不起 啊 真裸着上来了 裸着上来干什么 那穿什么呀 后台啊 后台 你比如说吧 嗯 六对演员 哦 是六对 穿一条裤子 哎 就穿一条 就是穿着上来吗 哦 这倒着穿 对不对 哦 穷嘛 那怎么办呀 太穷了 到我们这慢慢继承传统 我们继承传统 我们继承传统 我们也倒着穿裤子啊 嗯 倒着穿裤子啊 人们 哎 说这个吧 我们也穷 啊 知道吗 就能这穷了 没有什么钱 那是 这么着 但是你像古往今来啊 嗯 也有例外的 有例外的 也有例外的 这是谁呀 有有钱的 哦 有 有没钱的 都有 这不一样嘛 有钱的少一些 啊 有钱的少 嗯 你像那个 有钱的啊 啊 说一位 讲一个 你 嗯 你 我 你有钱 我有钱啊 有钱 是吗 对不对 我是对啊 应该不对啊 都行啊 我都行 那那我就对吧 有钱 我有钱啊 哦 好 你这是说相声呢 嗯 玩 我说相声为了玩 玩 喝 啊 我这玩心太大了 我们是挣钱 啊 那是玩 我这不会糊口 但是你要说这个 都是同龄人 是啊 边边大呀 同龄人 嗯 你看 你多大 我 你不知道我多大岁数啊 你说说嘛 那你说边边大 我21 你21 21岁 我 你 我也21 啊 对不对 那是边边大 我们都是同龄人 你包括这些观众 观众朋友们 你要来这么多观众 啊 都是同龄人吧 也都21 大姐 就是你 别看我 你多大 73 73 叫奶奶 快点 大姐 多大 都是打击 84 俩坎儿 你看 行了 这没什么坎儿 84 好家伙 大姐 多大 零 大坎儿急了 别互动了 这就 我要说我们同龄人吗 没法聊下去了 他们不配合我 干嘛 没得配合你 我21 你21 咱都21 相信啊 这都是开玩笑 人岁数也不大 也比较年轻 你原来有钱的很少 少一些 几乎呢 也都不是自己挣的 都是富二代 啊 你说他就是吗 我富二代 富二代嘛 家里都有钱 家里的 对吧 那去 你父亲 说我父亲 他父亲 嗯 也姓常吧 废话吗 这不是 我父亲姓王 那什么玩意儿啊 姓常 姓常 叫 长凤 长 就是他父亲 那可能是我姐姐 他没叫长凤呢 那有个名啊 就长某人 长某人 长某人就得了 有钱 但是你要说有钱人呢 也有烦心事 那是肯定的 他父亲烦心事是什么呀 什么烦心事呢 就是有孩子比较晚 老来得子 老来得子 生孩子生的晚 你看这个 你父亲是多大有的你 我父亲呢 多大有的 51 51 51岁有的我 51来说吧 其实就已经很晚了 各位 这不年轻了 是不是 是啊 你到时啊 嗯 怎么说呢 怎么讲 就为了这个家产有人继承 是啊 为了这个家产有人继承 想要个孩子 才 才拼命要你的 才拼命要我 51了 那没有的家产 也得要个孩子呀 岁数不行了呀 那肯定的 在没有他之前 嗯 他爸爸一天也愁为不展的 能不愁 没孩子 没孩子呀 嗯 在自己家那个书房里边 还有书房呢 有钱人不都吹书房吗 书房 书房 嗯 干嘛呀 大书房 我这书房还大 坐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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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养天长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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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模样啊 就这样 哦 哎 叹气了 哎 这也没养天呢 你别着急 天 哎呦 一惊一乍的呀 天呐 我这讲天长炭 想我 常某人 哎 你别咳嗽 你管人家干嘛呀 我正悲伤着 他让我出戏了 我赶时间别乐了 想我 常某人 啊 常某人 嗯 我这一辈子 啊 赤寨念佛 修桥不露 干的都是好事 我怎么就没有子呢 嗯 我为什么没有子呢 啊 为什么呢 怎么就没有子 啊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啊 才明白 甲鱼他没有子 哦 这 他 你爸爸还王八呢 什么甲鱼啊 没有子嘛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没有子 没有儿子呀 对 你得给我来一个 想要一个 家产谁继承啊 对啊 一想到这儿啊 嗯 心里特别的委屈 我心里委屈了 特别别扭啊 嗯 一想到这儿 嗯 在那儿 坐那儿啊 啊 五十多岁人了 是啊 坐那哭了 老头来哭 啊 哇哇打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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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孩子 赶巧啊 嗯 打前面啊 啊 路过一小丫鬟 家里还有丫鬟呢 让小样子看见了 看一瞒眼 小样子一看也纳闷啊 撞上了 鸭 这小丫鬟 什么倒霉模样呢 这是啊 我想怎么说的快 鸭 老原外怎么了这是 他不 他不哭了吗 对啊 怎么哭了呢 啊 哎呀 不能让他白哭啊 不能让他白哭 不能让他白哭啊 干点什么呀 赶紧的 啊 后院嗯 禀报二人家 禀报二人 二人是谁啊 他母亲 我母亲是二人 原来二人配套的嘛 都是称呼 老李 嗯 到后院啊 跟他母亲一说 告诉他呀 他母亲一听也急坏了 着急了 好端端怎么哭了 是啊 到前面看看嘛 嗯 你到书房啊 啊 正看他父亲哭着呢 还哭呢 啊 赶紧再劝一劝呢 对呀 他母亲再劝他父亲呢 掺起来 呀 我母亲和这丫鬟是一个人吧 你们一个人呢 都这样的吗 一套座派嘛 哦 这都是你母亲教的 都教给他们的 你母亲之前你忘了吗 我忘什么了 你母亲干什么你忘了吗 你要说什么呀你啊 都是嘛 对不对 有录像 劝你痘痕不要找抽 哎呀 怎么了这是 哎呀 你怎么泪流满面子呀 泪流满面子就哭了呀 你怎么哭了呀 为什么呀 他父亲已经心里别扭了 哦 为什么哭啊 有原因吗 不没孩子吗 对 你给我生一个 没有后人 你给我生一个我就不哭了 上哪生去 你能赖我吗 你不赖他呀 你能赖我吗 我母亲父母亲父母亲 没孩子 重复什么呀 没孩子 你缺德了知道吗 我父亲缺德了 缺德了 哦 你得积德行善的 积德行善的 我得做好事 你上医院你看过去 什么医院看过去 你光赖我 我自己我怎么扔啊 是解决不了这问题 啊 积德行善 干个好事的 他不进一听 确实是怎么回事啊 嗯 你自己做的不够好 接着 捐钱 哦 捐款 行善 对 干好事 啊 扶老奶奶过马路 扶老奶奶过马路 对不对 哦 还要捡一毛钱 对 这我给警察叔叔手里边 还有别的呢 这都是你父亲必须干的事 必须干的事 捡了一毛钱 给警察叔叔 嗯 扶老奶奶过马路 都是好事 拯救士族少女 就是这些 士族少女 都这些 这是什么呀 你忘了吗 我忘什么了 你母亲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对不对 我母亲少女啊 就是说这意思 没有 行善 行善行善 日行一善 日行一善 每天做一件好事 每天时间长了 还是没反应 还是没反应 什么有没有 哦 还是没孩子 怎么办呢 俩人开始封建迷信了 怎么封建迷信了 封建迷信 这是干嘛了 去这个 拜访四大名山 哦 这为了我去拜访名山去 有那么个词 哦 什么词 高山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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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登就能有孩子 就推迷信了 拜访名山嘛 哦 那拜访吧 武台山 这是为了我呀 武华山 为了我呀 哎 这个八宝山 为了我 八宝山 他给我看门去了 为了你 高山求子 他八宝山就不能去啊 去哪 京西的庙峰山呢 庙峰山 这是正经的地方 就是他 心里前程的 对啊 成心的 庙峰山几岁山的 四月初一 四月初一 他母亲三月底准备 也没提前多少 三月底 你前程嘛 提前点吧 到了庙峰山以后 整个这个 有个大雄宝殿 有个大殿 花钱 是干嘛 把所有人请出去 他赶走 赶他们走 给他们钱 他们走 就留他母亲一人 他母亲一人 包下来 他母亲跪着 这个老娘娘 这个火降弦 得好好的 祷告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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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 老娘娘在上 老娘娘在上 老娘娘说 说清楚 奴家 全门得事在下 你妈全门得事啊 得有个姓氏 长门领事 奴家 长门领事在下 愿老娘娘赐奴家一死 奴家 那就别活了 怎么赐你一死 赐你一子 一子 对啊 愿老娘娘赐奴家一子 奴家愿从修庙宇再诉今生 许愿了 做完话磕头 磕头吧 磕完头以后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都做完了 把这红箭绳拿出来 干嘛 损娃娃 损人庙里的泥娃娃 泥娃娃 是 高山求祖嘛 就为这来的呀 这是封建迷信 是 现在没人信 但是那身信呢 对不对 没信吗 拿这个红箭绳 得找啊 很多娃娃 多呀 高的东西不能拴 高树的不能拴 太淘了 低的也不能拴 这地上的也不能要 不好找 这不好找 羊脑跑啊 对不对 是 老娘的怀里呢 怀里有一个 也不能拴 这也不能要 命太金贵了 这皇上的命 找吧 找来找去找去找来 怎么着 老娘娘这个供奴尾底下 这多的吓着 发现仨娃娃 有三个呢 有你 我 有灰太狼 有喜羊羊 你有仨娃 我母亲一眼就看上我了吧 对 那俩都不是人呢 就我是人 说实话把你伸回家去了 给我带回去了 带回家以后 还别说啊 怎么着 无信真不交 怎么了 没过一个月 有你了 这就怀着我了 怀孕了 怀他以后啊 他母亲特别加小心 你小心点啊 高处东西不敢够 这不能够 他把你伸了 第一处东西不敢剪 这个呢 他把你窝了 这怕的 有人在身边以后叫你母亲 你母亲不敢回头 这是为什么呀 他把你扭了 这都不行 这么跟你说吧 怎么讲嘛 你母亲有个屁都不敢放 这是为了什么呀 怕你顺气跑了 我去你的了 接下来请您现场下场 写对联表演者 樊肖唐张伯帅 谢谢大伙啊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四十不获吧 四十年 四十不获啊 谢谢大伙啊 我们哥俩一上台呢 心情很开心 很激动 非常的激动 是 开心归开心 虽然上台也没有尖叫声吧 但是呢 要尖叫声干嘛呀 有喊呀 有啊 行了 就这样吧 啥谁搅了 这是 很开心啊 而且今天是朗哥的生日 对 很好啊 特别好 你们不知道啊 朗哥生日你们尖 这出音了 不是今天演生日场吗 你们真是不跟你们聊天了 我叫樊肖唐 他叫 你叫什么来着 张伯帅 张伯帅 我们哥俩呢 岁数还是很年轻的 对了 拿我来说吧 干嘛呀 我是两千年的生人 两千年的生人 熟人什么时候 今年 二十一岁 对 二十不获了 对啊 二十就不获了 二十 四十不获 二十happy好吧 二十happy 二十happy 今天刚二十岁 是 那朗哥今年都四十了 四十岁 他盯我两个 你去想吧 那怎么了 岁数这 就是一天比一天的老了 对啊 对吧 我们一天比一天的年轻 没有 对不对 旁边这位呢 今年得 我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 二十不怎么着 二十不知道啊 二十 什么叫二十不怎么着 四十不获 二十happy 你二十五 二十五死去 叫什么话 二十五 二十五别死去 马上开开心心 二十五挺好 二十五挺好 对 都挺好 是 都挺好 都挺好啊 其实我们哥俩还是比较喜欢相声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哥俩 他呢是天津人 哎 他这个是从天津从小长起来的 啊 从小就听相声 是 我是河北人 哎 我是河北邯郸人 多好啊 河北邯郸也听相声 嗯 现在其实都喜欢听相声了 对呀 我们那个时候说实话 嗯 小的时候听相声 不跟现在似的 买票 啊 来 没有 那小时候怎么听 音频 哦 而且听老先生的 嗯 我之前我小的时候听谁啊 听谁啊 听这叫 马志明老先生 那是少马爷 为什么人家相声说的那么好 为什么呀 有原因的呀 什么原因 今天我刚琢磨明白 嗯 为什么人家少马爷相声说的这么好 您说说 他爸爸就是说相声的 哦 他爸爸是 马三立 那相声太陡 相声太陡啊 那好 你说人家能说的不好吗 那肯定呀 多棒啊 嗯 还有啊 我们的师爷侯耀文 啊 侯耀文先生 为什么相声说的这么好啊 那是为什么呀 他爸爸就是说相声的 他爸爸是 侯宝 你怎么谁都不认识人家 没有你这样捧个那 什么人呢这是 我不是不认识 该说就说 知道吧 又不顾下也别紧张 我不是不认识 我是趁头给您说 你别老让我多说字 行不行 您的台词量就是这么固定的 那不是更多 你赶紧说你的 对不对 侯耀文我们师爷 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为什么呀 他爸爸侯宝林 就是说相声的 那是大师 还有一位老先生 谁呀 郭麒麟 那是老先生吗 不是老先生 小先生 小先生 少班主吧 对 郭麒麟 为什么相声说的这么好啊 为什么呀 他爸爸就是说相声呢 谁 我以为你要说的 他爸爸是 我师父 郭德纲老师 你看他就不是我师父的徒弟 怎么了 你师父不是郭德纲老师 子不言父啊 哦是 对啊 我师父 郭德纲先生 你不不言父吗 怎么自己就说出来了 这不是带先生两个字了吗 带先生就行啊 对啊 带太太呢 有口就这样 你说你录他干嘛 你都是把这点结了吧 我跟你说 你这包的多好 什么玩意儿啊 为什么郭麒麟说的好啊 为什么呀 他爸爸就是说相声呢 他爸爸是 我不是拍死你我 我刚刚说完 我师父 我师父的吧 这是习惯性发言 你别老习惯性发言 那职业病 张国帅 我不是他爸爸 别瞎说 我准备夸你了 夸我那那了 张国帅 为什么相声说的这么好 他爸爸 说相声呢 别别别 不是 二十开比 我 别说那个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呢 对 对 你爸爸是听相声呢 还没一见 你能就这反应 我还使这包裹 真气死我了 你鼓掌 这都怎么了呢 这有什么可鼓掌的呀 当他爸不乐意 他爷爷就是听相声 你等会儿 别往上 哎 哎 哎 这行了 这行了 什么玩意儿 我爸爸是听 你爷爷 你爷跟你爸没关系你呢 因为你说你爸爸 我感觉他们反应 当习惯了感觉 你不管 什么叫当习惯了呀 当爸爸当习惯了 我这头一次让他们当 知道吗 这玩意儿这话说多变怒 本来就是嘛 这跟我爸爸跟我爷爷 他们俩人 是听相声的 那这不是嘛 但不是听相声 都是我爸爸跟爷爷 知道吗 有空来 奶奶 啊 啊 啊 这是 啊 啊 谁呢 你老伴儿在哪呢 没有 没有啊 不是 那人家这搞笑吗 他嘲讽你 他说你搞笑 他就是抖了一个小包袱 他说你搞笑 观众 我觉得应该退票了 你等会儿 怎么就退票了 你说观众搞笑 人家有这搞笑天分呀 你应该说人家很幽默 很会跟咱们演员互动 你说你你搞笑 这不一样嘛 瞧不起人家 我不管别人 我这 你别给我这瞎安置 你爷爷是我 什么是你呀 也是我爷爷呀 对啊 对 不是亲的 但是生死亲的 你见过我爷爷吗 见过呀 在坟里 啊 你也死了 废话 自个儿还得跟我自来熟的 看了我 那我是你爸 的 什么玩意的 不要这个 观众好 那你别说我了 不是 我是不是想夸夸你嘛 我相说的也不好 好 不好 我反正听 谢谢您吧 对不对 好与不好 咱说实话 这个您各位怎么说 您也是忠实的观众 也不是那行的 只有那行才能听得出来 好与不好 确实不错 谢谢您吧 没事 我在家头听他相声 音频 听他那个樊小堂跟谁来着 张伯帅 张伯帅 听他们的相声 那就听自己 那就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叫樊小堂 我应该介绍完之后再说这包袱 你们可能就乐了 没介绍 樊小堂 张伯帅 其实我们哥俩说实话 私底下真的很努力 那当然 不光是在相声上 还有呢 其实相声演员会的真的很多很多 不少 您别看我今年21岁吧 但是喜欢的什么 都是老先生的 传统的 对 都是这些 接触的就这个 是啊 没事我们还看书 看书 得丰富自己 有文化 我们咱说实话 不说别人就说我吧 没有什么学历 没学历 咱台上咱实话实说 我是大学毕业之后 才来这说相似的 你要说 行了 我去吧 那个在 行不用说 等会 这个 你等会 我没词了 您什么 大学毕业 我问问 在哪上大学 对对对 在这个 不是 什么对对对呀 我问你在哪上的大学 我的大学呢 四年 四年 四年呢 跟我的社友呢 你先等会儿 不是 你先等会儿 室友 行了 先别说了 室友 没问你几年 没问你跟谁了 问你在哪上的大学 生活很美好 这四年呢 我们没事去网吧玩 然后一起研究相声 你这个耳朵 是不是假之 我问问 我问你在哪上的大学 问完了吗 问完了 我们去网吧玩那个 英雄联盟 你先别玩了 下棋 你别下 我问你在哪上的大学 你上过大学 怎么你解脱 是怎么着 你能拿我怎么着 那我不能拿你怎么着 没绕的 就非得问 不是不是 就非得问 不是非得问 好 十分钟了 我给你写个对联吧 太快了 我呀 写对联特别擅长 您这样 您这样 我就让您写这 我 我小学毕业 别问了 别问了 我问你学历 我就问你这写对联 你说写对联好是不是 对 你给观众写一步 给你写 你给观众写一步 你看他们鼓掌就代表我写完了 多的呀 呦呦你之前找我视频 你给我给我怼一下就行 你就录他们对鼓掌就行了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行了 写完了 但得好好写一个 好好对 得好好写 我写一个我自己的对联啊 你不给观众好好写吗 你自个儿才叫好好写呀 那你写一自个儿我听听 给观众写那叫开玩笑 那叫搞笑 搞笑 别来这个 你就行 搞笑 自个儿写也行 我听听什么文筒 你奶奶就搞笑 给自个儿写吧 哦 我还是给你写吧 你给我写 我看你最近有点什么事儿 我最近我没什么事儿 我没有事儿 给我写你可以写我未来的事儿 未来 我结婚 结坟了 喜庆了 未来结婚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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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什么呀 给你结婚我写一部对联 啊行 写的好与不好 那反正您就凑我听 赶紧写 听人家上联啊 亲朋贺喜 百鱼味 什么意思 人缘好啊 哦 我们几个都去给你捧场去了 哦 好啊 亲朋贺喜 百鱼味 百鱼味 对了 下联 新娘 写子 两三人 等这什么 你这什么意思呢 我有红皮 红皮是 进门当爹 去你他们 接下来请您欣赏群口香声 欢乐二打一 表演者李小葵 于家伟 于紫棋 谢谢大伙 下场大会一场接着一场 是 这场呢 是把我们两位换上来了 你看刚才那几位啊 都是什么 哎 两个人上来表演 对 是不是 哎 一会换上两个人 一会换上两个人 是 到我们这场这不同了 怎么不同 换上一个人 和一个傻子 哎 你说这个就是很奇妙 这都太奇妙了 这个怎么了 怎么就上了一人 上了一傻子 这傻子还比过到我这嘞 那我怎么着 是上了一人 就那二傻子 没有 三傻子 三 再小也不算呢 怎么呢 我不傻 承认吧 傻 时间紧任务重 说你傻 结果下台了 我怎么我就傻 你凭什么说我傻呀 父母都带你看过 你不记得吗 看什么呀 医生都写了 这小孩啊 绕痣 什么叫绕痣 你就比住我痣绕一圈 绕痣 我还不计弱痣呢 承认吧 傻 我们这是说这个 怎么着 你进去 出题考考我 出题考考你 考考我 行 咱来一个高端一点的 什么呀 叫伸口不一 什么叫伸口不一 伸出你的左手来 左手 是五只手指头吗 对 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 好的 伸出你的右手来 右手 十指 十指 带这个五手指头 穿插 穿插 分得开吗 分得开 分不开那是鸭子 还行 还没完呢 怎么着 我还点问你问题 还有问题 问你问题 你这回答我呀 那没问题 回答我 手不能停 就是手还不能停 对了 这我能玩一天 你放心 来吧 你多大了 二十三 叫什么呀 余嘉伟 干什么的呀 相声演员 你傻不傻呀 我不傻 不傻你干嘛呢 我 哎 大傻子 哎呀 不是你这拴套让我往里钻的这是 你承认吧 这不你让我说就储的吗 这不是 我让你储你就储啊 我让你死你都不死去呀 嘿 好 哪是你说样的 这不行吗 那这出点那个提考可脑子 出点提考你 对出提你更不行了 怎么不行 给你出一个高端一点的 再高端一点的 那个脑瓜子死转筋 脑瓜子 哎 你也是有点转筋了 别胡说八道了啊 那叫脑筋急转急 急转 我这也不对 我这也不对 脑筋 弯转 弯机 金 随便吧 随便吧 对 出一个小问题啊 出提 说 甲乙丙三个人坐车 坐车知道吧 是是是 甲乙丙三个人 去坐车去了 车来了 甲上车了 乙丙没有上车 问 为什么 因为他俩没软票 不对 他俩没有车卡 错误 那不知道了 不知道 不知道告诉你啊 说甲乙丙三个人坐车 车来了 甲上车了 乙丙没有上车 问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辆装甲车 因为那是一辆装甲车 装甲车 装甲车 所以一饼钉没上来 好像你 一饼你这 一饼没上来 承认吧 傻子傻子 刚说完都不错 你有朋友吗 你 怎么啦 你但凡有朋友 能出这题 就这破题 你还有吗 我就不用 我有没有 你都出不了知道吗 不是 你还能出吗 还能出啊 你还能出 你说 我再给你出一个 出一个 说 说 嗯 什么东西 嗯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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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什么东西 你骂街 我抽你 没骂街 我想这题呢 你就是说出题 说什么东西 嗯 能吃 能喝 还能做 还用说吗 脱口而出 冰棍 不对 冰棍不对 怎么不对啊 冰棍你能吃吗 能吃啊 给我瓶手吃啊 哦 对对对 冰棍能喝吗 那化了喝汤啊 冰棍能做吗 你就是工厂里 做呗呀 不对 嗯 我这不是 制作的做 那是 坐下 坐下的 冰棍 你这么坐一下 你坐呀 你坐呀 那我可能就起不来了 做不了吧 哦 不对你那个 就这 就这题 就这题 我要出一个 你也猜不上来 你出一个什么玩意儿 听着 说你在大沙漠里 七天七夜 无时无水 忽然 有两杯水 一杯朗和盐的尿 一杯张和伦的洗脚水 你喝哪一杯 尿和洗脚水 对 我喝张和伦的洗脚水 这人就是个变态 这人大脑有问题 我怎么了 喝 有水 不喝 你喝洗脚水 干嘛呀 哪有水呀 哪有水呀 怎么没有啊 有两杯水呀 我刚才说的多清楚啊 朋友们 你在大沙漠里 七天七夜 无时无水 忽然 有两杯水 一杯朗和盐的尿 一杯张和伦的洗脚水 哦 还有两杯水呢 是啊 你这是绕的人 这这绕绕的人 你有本事你再出啊 是不是 我再出 好好好 听着啊 哥 说你有一个鱼缸 你不要再出了 你不要再出了 我不出 我不出 我整一厉害了 我弄死你 你看着嘛 你不要再出了 你再出 人哪 我就下不去了 人哪 怎么啦 怎么就剩我一个了 太过分了 这人 太过分了 他怎么过分了 你上来就说我傻 是吗 你上来就说我傻 还喝尿 谁喝尿 喝洗脚水 你看见了 他是这么选的 反正是 他好变态啊 这人太可恨了 这觉得自己颜值高 他过来蹭一蹭一场关露 他这个 他颜值高 对 我信了 你信 你信了怪什么的呀 不行 咱这出题 咱就考他呀 考他呀 他让他说不上来呀 他是傻子 行 行不行 行 出题 你让出个题考 出 我出题啊 出题 你让我给你来出题来了 对啊 我觉得他没有欺负你 他咋没有欺负我 我觉得你挺强势的 你这回 你们两个是一条 我看不上他 当然他也看不上我 我们俩不玩 咱们俩是一条心 是一条心 他欺负我呢 我一出一个啊 这个时间紧 任务重 后台还四十拨货 对着词呢 是 漏完了啊 卡 说 铁锅炒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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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炒豆 您知道的 那你甭管 炒完以后 翻过来 卡 锅都摔漏了 但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这里边的豆啊 黑豆跟红豆自然分开 问他为什么 这够了 真的 没有答案 这没有答案 无敌 兄弟 你这两句把我给捧傻了 我这 我没答案 我说的干什么 还够高 怎么能啊 怎么能 你这炒豆 卡 一口 黑豆跟红豆自然分开 不可能的事 怎么就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 就炒俩豆啊 哦 就炒俩豆 嗯 一个红豆 一个黑豆 对 嘿嘿嘿 哎呦 你这太棒了 太棒了 瞧你那个样子 我我我我问他 我把他准算 看上来 哎 哎 停了 给出题 哈哈哈哈 说 啊 铁锅炒俩豆 一个红豆 一个黑豆 把锅子一扣 这豆自然分开了 问你为什么 因为就炒俩豆 炒 对不对 他怎么知道了 废话 废话 你告诉人家了 你自己玩的还挺开心的你 啊 你哪头的你这个 还挺快炒俩豆 你瞅你那该死的样子 这个 这算糟了 这都 这糟了 多信心的 那怎么办呢 我我带给你编一个吧 不然我带给你出一个吧 再出一个 好 我一小字的 我也不会这么多呀 那为难我 为难我干什么 这 我他下背半天 我这 是是 他差点没铺明白 我这 那是这意思 哎 兄弟 说呀 有一条狗 有一条狗 不是后台那个啊 说有一条狗 打他 他不走 骂他 他不走 一拉就走 死狗 这我都会 这我穿开单裤的时候 我就会 知道吗 你什么时候穿开单裤了 老早之前 老早之前 去天 去 去天 不想话 怎么可能是一个死狗呢 死狗 我说的干什么 打他不走 骂他不走 一拉就走 这我提了 听着啊 说 说 说有一条狗 骂他不走 打他不走 一拉就走 问你什么狗 一个木头狗 带四孤了 对不对 这你怎么知道的 这我学说就俩底 还有一死狗 是不是 一见模样过来 问我这问题 肯定是木头狗 带四孤了 是不是 猜对呗 他又猜对了 废话 你挂枪了 你太笨了 站边 去哪里 于宇秦 就没有你这样的 知道吧 没你这么欺负傻子的 你说谁的 你说谁的 我不能老欺负 没你这么玩傻子的 不玩的 我还是傻子 不是 就是没这么欺负老实人的 怎么着 啊 你像话吗 知道吧 我跟你说啊 你要这样的话 你给我出一个 给你出一个 是不是 瞧不起我是吗 你站边上笑 谁说给你出了 我给你俩出 你都塞不上来 还给我俩出 我俩人俩脑袋 你行吗 我怎么不行啊 咱聪明着呢 来来来 我给你俩出 说呀 什么东西 你少来这个 什么东西不要了啊 这头像那头 那头像这头 两头像当件 当件像两头 咱俩代表一个人 什么问题 这头像那头 那头像这头 两头像当件 当件像两头 不知道 不知道告诉你啊 是一秃子 一秃子举俩灯泡 对 一秃子举俩灯泡 我都要不乐意 这就提醒你超市人了 知道吗 都要不乐意 哎 你俩都猜不上来啊 服务员过来 收一下这个罚款 收两万得了 猜不上来你就 哎 这破题你还有吗 还有啊 你说 说什么东西 这头像那头 那头像这头 两头像当件 当件像两头 你秃子举俩灯泡 不对 小猪被其俩吹风机 吹风机啊 哎 不是在提你还有吗 还有啊 还敢猜是吗 是 说什么东西 这头像那头 那头像这头 两头像当件 当件像两头 对 一个扑子举俩灯泡 小猪被其举俩充灯机 都不对 都不对 是我带俩儿子 接下来请您宣伤 相声贼说话表演者 李九重 李九江 谢谢啊 刚才是 这是余子棋 还有余佩棋 李小葵 仨人给您说了一段 俩人带着猪上来 再加一个就能取经去了 就是哥仨给您说了一段 打灯迷 是 传统的段子 是啊 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意思呢 你给大伙说说 就是说呀 说这个桌子里边 这个捧根的 傻 脑子不好 弱智缺心眼 咱实话说 说的对 说的对 捧根的 他们这个脑子都差一些 没这么说的 所以就跟里边 也没什么台词 跟里边 嗯 嗯 嗯 就是基本上就这个 所以说傻没关系 咱不要嘲笑人家 在这桌子里边 差不多得了 知道吗 少两条腿 什么什么少两条腿 刚才那节目需要 哪捧根的傻呀 捧根的都傻嘛 都傻 胡说八道 谁说的 最起码我不傻 你跟他们一样 你还不如他们呢 你这叫什么话呀 你不承认啊 我当然了 我也出一个题考考你 很简单 不用那么复杂 来呀 注意听啊 嗯 你见过王八摇头吗 没见过 你看啊 所以说呢 咱们不要嘲笑人家 他们呀 可能是啊 父母啊 是亲戚 所以说呢 不不不不不 跟父母没关系 我确实没见过王八摇头 你见过王八摇头吗 刚看见 呃 缺德了有点 跟您开个玩笑 别闹 就是为了剧情嘛 嗯 人家表演的还是很不错 演的挺好的 这场话我们哥俩再跟您说一段 是 没想到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 首先来说 我们队长来了 对 我们队长终于来了 你瞧这词用呢 终于来了 不容易 而且今天还有录像 优酷录像 谁知道今天优酷录像 我要知道 我就不填这个作品 我当时又卖后悔药了 我当初也是因为啊 当初写的时候啊 张九南底我到二 你看我上周写的节目单 我上周我就知道前面的几场都得演超时了 所以我就演一个小作品啊 没想到啊 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但是没关系 尤其咱们今儿的作品 我还是个人来说很喜欢 你爱这个作品 叫贼说话 嗯 贼啊 就是小偷 偷东西那个 就叫贼 是 那么说贼说话 实际来说是不符合道理 对 不现实 贼都不说话 嗯 没看见 你说您各位看见贼跟施主聊天 嗯 没等偷呢 先跟施主先聊一会儿 干嘛呢 别看我 从那边 你看我 我不好意思下手了 没有说话 这不能商量 对不对 所以说贼说话一般不现实 不说话 而且来说贼偷东西 他有他的规律 有什么规律 我不知道在座您各位 这个有没有丢过东西 有丢过东西的吗 没有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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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明啊 现在多幸福 嗯 不像德元社后台 就是咱后台老丢东西 他们不管这叫偷叫佛 就是丢东西 后台是厨房 后台 现在为什么不丢东西了 为什么呢 你现在你过去丢什么 丢钱包 丢钱的多 丢钱 嗯 现在谁还带钱 嗯 就带一手机 支付了 啊 而且这手机呢 就永远在自己眼前这看 老拿着 上车就看手机 嗯 你说贼想偷都没有机会 嗯 不像过去 早年间那会儿 那会儿的偷东西的人多 是啊 因为那会儿都住平房 对 你现在住楼房 住一高层 三十二层 嗯 嗯 贼学偷东西之前 先学爬树 可不是爬高啊 你怎么能爬上去 对不对 嗯 过去不是 过去都平房 对 平房容易丢东西 嗯 而且来说啊 我对这个小偷有研究 啊 我研究这 什么研究成果呢 过去小偷啊 偷东西啊 有一套这个理论 还有理论 你看你没偷过吧 没有 瞧不起你 你偷过呀 我研究过 你是贼转业 啊 谢谢 我呢 谢谢 你看 我这人随和 这小偷啊 偷东西有一套理论 什么理论呢 叫什么呢 嗯 偷风 不偷月 嗯 偷雨 不偷雪 点灯人未睡 咳嗽心必须 这还一套一套的 那当然了 你能挨着牌 这么讲讲吗 先说偷风不偷月 偷风不偷月 大风天 有丢东西 刮风天啊 你比如说人家住那个平房 有个小院子什么的 是 人家个屋里正睡觉 外边刮大风 卸大风 住坟地 那是 就说这个刮大风 溫 打牆外边 跳起小偷来 不是 从屋里正躺 你听 哼 你以为是风大 把什么东西刮倒 所以偷风 不偷月什么意思 不偷月呢 正月十五 每个月的十五号 阴历十五号 大月亮地 月亮亮 没有偷东西 过去偷东西都上房 垫不尿 上房了 你大月亮地 特别亮 你跟房上站着 跟有十个探照灯 是照着你 太明显了 容易发现 偷风不偷月 偷雨不偷雪呢 下雨天容易丢东西 下雨天了 下雨 小偷进来偷东西 偷完了走了 那个脚印 让大雨都给冲没了 这水一冲刷就没有了 对对 不偷雪呢 下大雪没人偷东西 下雪 你跟家里睡觉 外边半夜下大雪了 早上起来一看 好 所有东西都丢了 就剩一个房子 好 都丢了 贼真能偷 别着急 不要着急 因为呢 下雪了 有脚印 雪的那个脚印 一推门一看 有脚印 顺着脚印 你能不能找着 贼窝 端了他这窝 走着走着 脚印停了 你抬头 得运射 没听说 就说这意思吗 咱那是大本营 是怎么着 点灯人未睡 你要说屋里点灯 说明人还没睡觉 着着灯呢 咳嗽心必须 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了 外边小偷进来 小偷呢 也试探你 他也是试探 试探 进来呢 他弄出点洞 弄出点洞 你要是没睡觉呢 你一般你不敢出去 那是啊 你就跟那咳嗽 假装咳嗽 小偷一听 你咳嗽 就知道你心里虚 因为你的咳嗽里边 带的舔台词 他就是这样 我当小啊 告诉人家 快点偷 偷啊 好走啊 这就过去偷 这偷小偷的理论 明白了 但是无论什么理论 都没有小偷说话 对 是不是 是 当然也没有绝对 什么意思呢 你要给他逼到极限 他也是会说话 小偷也能说话 那当然了 这是什么事呢 这不是我的事啊 我爷爷的事 我爷爷今年八十多岁 他那个年轻那晚 二十多岁的时候 遇见过一件神奇的事 老爷子赶上了 那会儿家里都穷 对 家里都穷 他是给人做家具 木匠 做家具 然后呢 人家那个 那叫老板吧 对不对 一看做的挺好 不光给钱了 还给一皮夹 皮夹客 皮夹客 搁现在不值钱啊 扔大马路上都没人要 那个年头值钱 那个年头 拿当铺去当下 那两口子能吃一星期啊 也值钱啊 当然了 我爷爷舍不得当 就这一件好衣服 家里穷 穷的叮当三下 没有钱 叮当当当的穷的 就这一皮夹 出门进去 就穿这皮夹 要拍 穿着有气质 当然 你说你穿这个 这叫漏腹 显摆了 小偷就折上 小偷的眼睛 跟张和伦似的 小偷呢 就折上了 小偷你 折上人 小偷先不偷你 因为大白天偷你 那叫明抢 是 人家先回家 知道你住哪了 晚上呢 我爷爷回来了 家里边穷成什么样 房子就一间半 推开这门 门还没有锁 用那个门摔 插着 推开这门 进屋了 进屋就是厨房 半间厨房 半间厨房 往哪一拐 卧室 住的还是炕 那会是炕啊 那个卧室那屋 五六平米 也不大呀 就这么大 炕上呢 也没有抗习 抗习都没有 抗坦 毛坦 县坦 法国坦 土格曼斯坦坦 都没有 咱不是这节目 我串活了 对不起 什么都没有 就是抗 有一双褥子 一双背后 我奶奶干着 人家俩头子 没有孩子那会 我奶奶盖着 我爷爷呢 晚上睡觉 就披着披甲 就盖着衣服 到晚上九点多 那会九点多 天都黑 对 也没人开灯 俩人呢 就躺抗 我奶奶就睡着了 我爷爷没睡 心里边男人 有时候压力大一点 心里边就想事 没睡 睡得晚 小偷半夜就来 到门口这 门都插上 小偷 人聪明 怎么着 人自己带着 开锁工具 什么工具 这是 水果刀 带一把刀 差不多这么长 把兜里掏出来 顺着眉缝 C 压下来 一扒 门栓就开 往那边移 轻轻一推门 这门呢 就哗咧咧有一点点声音 是 你要睡着了 你听不见 对 我爷没睡着 听见 但是我爷聪明 没说话 没喊 各位您记住 到这结果点 别喊 保命了 你要一喊 人家有贼 人家啪一刀给你扎了 人家跑了 你白爱一哭了 对 没喊 躺着 看着小偷 心里话 你偷吧 我找半年了 什么都没有 我看你的 小偷外边摸了摸 什么都没有 进屋里 屋里有一桌 桌上有一茶壶 把茶壶抄进 这怎么样 又放下 茶壶没有盖 破茶壶 桌子底下有一缸 小偷一摸这缸 一捏 里边有大米 是米 他一摸大米 我爷害怕 因为这是家里 最值钱的东西 粮食 四十多斤大米 那缸加那缸 那缸也二三十斤 对 但是我爷心里 他是在哪呢 你扛你是扛不走 你充其量 你一手抓一把 你穿在你那棉袄的兜里 你回去 你就煮点稀饭吃 熬点粥 但是小偷站着 看着米 得起飞制 他怎么想了 他把这棉袄脱下 一回身就铺在地上 铺那地就在 我爷那炕边底下 他的想法是 把这大米到这棉袄上 一拢这棉袄 就全带走了 给兜走 他把棉袄铺好了 回身去弄那缸 我也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要来一卷包会 是 好 那我给你来一个 先下手为枪 一伸手 把这棉袄 撑起来了 他先拿起来了 塞自己这了 没想到 你是配送的 放这 小偷不知道 拿这缸 一回身 照着铺棉袄 那地儿 全到了 我爷心里更踏实 这回你更弄不走 多心心呢 冲天了 明天吃的时候 我多洗两遍 看你还怎么着 小偷倒完了 把钢放回去 回手摸着棉袄那领子 摸了两把没摸着 摸那个棉袄的下摆 又忙起兜 摸两把也没摸着 这贼摸了好几把没摸着 他纳闷 肯定纳闷 他一纳闷了 他就出声音 就嘀咕上了 还嗡呢 他这嗡坏了 我奶奶姓 他睡觉轻了 我奶奶姓有人出声 家里准事来贼了 是 拿脚去串子爷 当家当家 起来起来 屋里有人说话 屋里有贼 来贼了 我爷真淡定 胡说八道 来什么贼 来贼 我告诉你啊 没贼 一说没贼 这贼说话 贼说什么呀 不能 没贼我棉袄那是 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声下象棋表演者关九海张小白 感谢大伙啊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 是 向日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太对了 这场又把我们哥俩请上舞台了 哎呀 谁 谁请的您呢 主持人啊 接下来 但是听不到各位的这个掌声 觉得没什么意思 今天 刚才李九重跟你们说睡着了 我跟你们说话呢 现在他脾气不好 这两天不太舒服 我跟你说 心情不太好 开个玩笑 今天有录像都把住点啊 主要是你 我们都还行 放心 今天绝对不会说那些出格的 绝对说那绿色健康的相声 肯定的 我时刻在提醒自己 绿色健康的 我都知道你们会拿我的大罐颜色说事了 知道了吗 他里边这件衣服 还有一配套的帽子 对 平时上台啊 你们要欢呼声大点呢 我得跟你来个这个啊 但是今天你们没有欢呼声这么大 今天这个动作就免了 知道了吗 是你这样也得简陋 不可能啊 他们竟想看我走光呢 行了 感谢大伙吧 刚才李九重给您说了一段 这场呢 又把我们哥俩给您更换上来了 是 有认识我们的就有不认识我们的 太对了 我就不用多说了 为什么呢 大伙对我太熟悉了 就没有 我跟你说话了吗 我跟你说话了吗 我自己自言自语 我才自己自娱自乐 我相信就根本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对吗 他怎么无所谓 对不对啊 但是我没跟你们聊天 知道了吗 对 你爱退不退 无所谓 传统的相声 不需要你们乐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传统的相声 绿色健康的 你也不能开车什么的 对吧 谁告诉你传统的就不能乐了 师傅说的都是传统的 但是师傅开车呀 师傅不开车 师傅坐车 假不住他们开啊 无所谓 大伙呢 对我熟语不熟悉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早该说了 我叫关九海 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 人都说我是盛世美颜 关九海 你 胳矮胳胳短 够不着 我下回我就不拿手够 下直见我就脚就勾过来 知道吗 对 然后这就怼脸上了 咱跳钢管舞多少年呀 知道了吗 这曲现在 这不愿意 这不是大家都腰不太好了 当着各位摄像打击 也是冷静 盛世美颜关九海 德云花魁关九海 说的就是我了 知道了吗 这无可厚非 德云社头牌呀 德云花魁呀 知道了吧 大伙就有一个认知 就没什么反应啊 大伙也 哎呀 他们一上台 刚才就想睡觉 你就让他们睡 想睡觉 就关注花钱买票了 人家是上帝 上帝想睡会儿 我叫你一个牙医 弄个屁呀你 对不起 打疼了吧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我也觉得刚才 有点重啊 对不起 没反应过来 对不起 兄弟 刚刚才哥哥莽撞了 莽撞人你比不了 我知道 谁告诉你姐姐的 性别这么不明显吗 男的老爷们 关注海老爷们我更正一下啊 为什么要用更正这个词呢 他们老闹今天录像呢 到你这场人家机器都已经关了 相声演员不好干了 现在 对不对啊 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 咱们得与时俱进 得了解观众的口味 对 那过去老先生说相声 跟我们一样吗 那肯定不一样啊 上来跟您这还是互动 我也说盛世美言 干什么 我这还没往下说呢 还有好多层的 什么绝世美人关九海 矿世嘉丽关九海 你信不今天我能累死你们 就我这场就 嗡嗡嗡嗡嗡 你信不信 谁说别的 咱们今天就是传统相声 知道了吗 过去老先生怎么说相声 一拍这个竹板就说相声了 这是木头的 对 这回我有防备啊 我告诉你 没别的 今天九海还有萧白 我们哥俩规规矩矩 正儿八经的 伺候您各位这么一段 怎么了 这过去老先生说相不都这样吗 伺候您各位这么一段 一百年前就不说这词了 我去你的 你翻问他先生的就这么说 没有翻不着啊 那应该伺候怎么说呢 没有伺候 就是我们 我们一段 给您说这么一段 下象棋 过去老先生 醒目之前的就都剪掉了 可以开机了大哥 可以开机了 敢撩什么裙子呀 这个 这个 说什么来着 我想说什么来着 咱俩说哪段我都快忘了 你别老勾搭我 这个 谁勾搭你了 说下象棋 为什么呀 今天这个时间有限 咱们得掐着这个最可乐的地方 让您各位开心快乐 我们节奏要快一点 不是说传统相声 您就不乐了 一样可乐 我站在台上我还怕那个吗 对不对呀 但是呢 又要关机了 又要关机了 我看灯都快灭了 其实刚才为什么 你看有相声段子里 有这段下象棋 为什么 因为大伙都玩过 今天现在跟你们互动一下 有没玩过下象棋的吗 有 出去 神经变着一个个儿了 可能吧 你自己问你们自己可能吧 下象棋没办法 没有 你说什么两句 妈呀你上台 九海大型契机外坏现场 我打你了 不是 这不就是玩玩语言暴力吗 我没动真格的 刚才那一下挺疼的 我没法说他们 没法说你们 算了不跟你们互动了 下象棋 没法打他们 还没法打你们 下象棋 您总懂吗 你别跟我说 你不知道 知道 下象棋 有两个色 对 两个色 黑的和白的 五个连一块就糊了 传统相声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我这主板都不是 传统相声知道吗 说的是木头的 木头都拍了 传统相声 下象棋 你说那是麻将跟五子棋 我懂宝贝 他又懂了他 我说的是象棋 两个色都不一样 那是 有红棋跟黑棋 对 32个等 没错 对不对 32个等 不容易 下象棋 你以为就麻好了棋 麻走日 向走田吗 这是基本规则 没有那么简单 不行 象棋分两种下法 还有两种下法 当然了 有文下法跟武下法 怎么说 你看看 咱们先说文棋吧 文棋 上了岁数的人 下的居多 下起起来是 温文尔雅 特别的和气 给您表演一个 好比说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头 一个73 一个84 两个老头 俩人有伴 你看见没有 对啊 俩人很开心 都过坎了 对不对 正在坎上 一块卖 这个老弟弟 先跟老哥哥说话了 上了岁数 跟年轻人不太一样了 说话慢调思理的 怎么说 老哥哥 老弟弟 我向您讨教一盘啊 别别别别 这还是一个年代戏 这是宫里边的事 我妈宫里边的事干嘛呀 废话 您学这俩 老哥哥 老弟 别说你学的还真像 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经验呀 对对对 你看你们这都排海子是吗 周宁海 江福海 康禄海 关九海 有传承 有传承 时间有限不想理你 就是说话 年轻 年轻人跟他上了岁数 你不一样 你了解 你上了岁数 你什么样 你活不到73 你傻巴递的你 对那你就马上就得死了 有病 低足 不是 你说有病 怎么也动手了 现在 废话 您说这个 别学那么夸张 就说这个意思 两人互相让 让来让去呢 后来咱们按照正常的下法 怎么说 老弟弟说话了 老哥哥 咱们别让了 再让该上潮了 我是红旗 我不让您了 我先走了 哎呦 拿起起来 哎呦 真不容易啊 往哪下呢 不能那么走 这儿呢 这儿 也不行 这没有个几十年的功力 来不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先走了 我就 知识了 知识 回不起知识 老哥一看 这老弟弟会下呀 他知识我培根 你先走了 你得走我头了去是吧 那我也走啊 你要知识 我就飞向了 俩人都下防守期 哎呦 老哥哥您会玩啊 你别开车了就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落势了 哎呦 那你要落势 那我就落向了 你要落向 那我知识 你知识 那我飞向了 你飞向 那我落势 你弄自己 你先吧 特别的和气 俩人这坎儿 就都过不去了 为什么呀 废话 俩人就打死在这儿了 我就形容着夸张了一点点 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老年人下棋 跟年轻人确实不太一样 年轻人呢 年轻人就喜欢下这个五棋 哦 啊 为什么呀 年轻气盛啊 后台有这个五棋的下法呀 有典范 我跟九南呀 你别看九海这样脾气大着呢 你们看出我的脾气来了吧 没有 但是就是跟九南比还差一点点 跟他比谁都差一点点 对 我们俩在后台 还真一下降下想题的时候 真要一掐起架来 那其实在后台试个试个试个看点 对 俩人是呱呱叫组合 什么意思 狗撵鸭子呱呱叫 我不跟你 我不跟你抬杠了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低俗的包袱 什么模样呢 低俗的包袱 跟九南下机 九南脾气很痛啊 来呀 来呀 上海跑来呀 有病吗你 有病吗你 喊什么呀 吓得吓呀 怎么了 来呀 跟张九南吓了 张九南不含我 当头炮 你是不是有病啊 九南 你是不是有病啊 哪儿你得当头炮啊 哪儿你得当头炮啊 你看不见我是红旗 你瞎呀你 我先下 站着 链链拴上去 他不是瞎 他是狗 教你怎么下 上来当头炮当头炮 看我棋谱吧你 他得理了 九海会下 我会下呀 对不对 看着点啊 这都没二十一天到晚 老有这句话 古都跳马出区将指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您这是跳棋吧 我们俩人一分钟下了七十一盘 这都不够马骑的 后来我三十六 比三十五险胜张九南 对谁赢就看谁先走 这就是谁把红旗马上谁就赢 你知道吗 这还不算什么呢 这还不算什么 我跟张九南这样下棋不算什么 这都不行 你真正跟他会下的 上了岁数的下 那真是一种较量 那叫对异 你懂吗 对异 对异说的是围棋 对战 对战什么都行 对啊 那时候我还跟你爸爸下过一盘了 跟我们家老爷子 哎呦他们家老爷子 今年是差不多多少 你爸多少岁数 二十五 好我三十三 我爸二十五 六十多 那爸爸六十多 我跟他爸爸上了岁数啊 下了这么一盘 你跟我爸爸上了岁数像话 我跟他爸爸上岁数这个人啊 下了这么一盘 老爷子是真会下 哎 喜欢 我是不会下啊 但是老爷子说 你可以看着棋谱跟我玩 哦 那玩玩吧 对 玩谁不会啊 下 我跟你爸爸你这一盘棋 我们俩下了多长时间 能下多长时间 我跟他爸爸就这一盘棋啊 下了整整十二个小时 就不吃饭吗 你们俩人 不吃干嘛 对异知道吗 对异 下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下到最后 我跟你说这个场面 嗯 你都没见过 什么局面 你爸爸那边剩一老将 嗯 剩一像 哦 我这边嗯 剩一老将 剩一世 你告诉我怎么下出来的 很神奇吧 这是文琦那俩老爷子 下剩下的 咱都不知道该怎么下了 啊 向老先生请教 学习 您好 嗯 叔叔 我想问一下 这没有过河子了 咱们应该怎么下呀 这何其呀 年轻人 嗯 教你一个新下法 什么下法 哥伦比亚下法 这个什么规矩呢 啊 是向过河当足拱 老将出宫 带鬼玩 这都哪跟哪 哎 一套一套的啊 哎 这下法 我正琢磨的呢 嗯 他爸爸手势真快 怎么呢 抄起这向呢 向了我一下 哦 这就动手了 行啊 老爷子 啊 没想到四周大 这么不懂规矩是吧 先下手为强了 我还手了 等会儿 来来来 还 抄起这试来 啊 是的 你爸爸一回 应当 这没毛病吧 没错 你爸爸拿像 嗯 一像我 哎 我就拿是 嗯 是你爸爸 好 你爸爸像我 我 是你爸爸 我来有网 你爸爸像我 我是你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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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最后下的二十多分钟啊 我都烦了 我早烦了 我趁你爸爸不注意把这个像给揣兜里了 这回你爸爸再也像不了我了 我只能啊 这是你爸爸 这是你爸爸 接着来请您欣赏强声 鼠来宝表演者张九南高九成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掌声 哎 啊 刚才九海和肖白啊 下象棋 对 说得非常不错啊 下去休息休息 歇会吧 这是到手第二场 哦 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 嗯 上台呢 做一个做我介绍 还得说说 哎 因为有很多观众认识我们 但有很多观众呢 不太熟悉我们 肯定有新观众啊 啊 先说一说啊 我姓张 我叫张九南啊 谢谢各位的掌声 哇塞 掌声如雷啊 你要不会说话 你少说两句话啊 我不是要捧捧你吗 确实这个掌声可能挺尴尬的啊 但是你知道因为什么呢吗 什么原因呢 大伙都在录像 哦 都在拍 因为见到九南确实很不容易 因为有 也是大伙心中的偶像 怎么你让谁给逮起来了 是怎么的 见你不容易啊 大伙也是呢 看见我呢 非常的激动 哦 所以呢 忙不停的 赶紧呢 把这个美好的时刻记录下来 发给周边的亲人呀 瞧瞧 发给自己 大姐请你注意你的笑声好吗 真的 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 哦 发到朋友圈啊 发到微博啊 显背一下 说他能看见张九南了 哦 这对大伙的是一个荣耀时刻 一会 是不是各位观众朋友们 不是 我认为是就可以啊 我不去管你们怎么说啊 今天观众也是满起满坐 解释完了 啊 那个男女的都有 对 有男有女 嗯 啊 那边是一个大哥自己来的 是吗大哥 啊 好像不太跟我聊天的感觉 啊 说了 是 那写那个跟大哥一样的叫声 啊 什么大鹅一样的呀 自己来的吗 嗯 没有 没跟朋友一块来的吗 你是不是今天心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呢 跟我说 我感觉他不是很开心 是吗 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你是自己来的吗 是 没跟朋友来吗 没有 就是接下来话 来 来 跟我聊 来 来 我看能跟我聊出什么的 来 你看 你心里有什么 yes 你看着 人家有问有答的 挺好的 大哥有什么困难事 希望你进来这里呢 你放松一些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能耐 就是能给您带来一些开心和快乐 谁生活中也都有烦心的事 所以呢 但是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哥俩让您开心心的 如果有其他烦心的事 这事呢 你看 他来大伙是不常见到你了 你看不管用什么办法和技巧 总能让您乐一下 哦 这技巧 对不对 你看他现在也乐了 出门烦死 你跟我也没关系啊 还不会好好说话 介绍完我了 介绍一下这个 那边那个空调啊 这个空调就没有开过 知道吗 你别看他是个 不是合理的 不要不要说了 他是个摆设 里边他是个服务员站在里边 他有人会 那管什么用啊 我还吐气吗 行了 你介绍他干什么呀 介绍谁 说完你的该说我了 你有什么可介绍的 我这特点名字 最起码名字得说吧 谁没有名字 是我有名字 谁没有名字 这姑娘们在这谁没名字 尤其这些 不是不光顾 你小伙子 我也是有名的 小伙子有名字 对 不开心 不开心 那不成外号了吗 没头脑不高兴 不是 就你有名字 我就说让你说我名字 说完你名字 今天本来 张九南作为六队 他这老是 别管我叫十队队长啊 真的那就是台上说端项上那假装的 并不是真事 而且队长我只当六队的 你知道吗 你快了你 接着可都来了 我就想管他们跟这个 其他人不想管 就想等他们 知道吗 今天介绍完我的名字 掌声都没有平常了 不跟平常一样吗 我平常介绍完掌声是这种效果吗 平常你什么样啊 哇 掌声雷动 震塌了好几个剧场 对 你不说人家刚才都拿着手机照相 没有手在拍了 是不是 是这么说的吧 对 那你说说我吧 是不是在拍 你看那都 确实是都拿手机的 来你叫介绍我 还是单反 对对姑娘 能管几反吧 你看那单反那么大镜头 挡不住姑娘脸 好家伙 就说了脸大 介绍完你 一会儿没有掌声了怎么办 没有掌声我就把手机砸了 介绍一下啊 他叫高九成 谢谢 你看看 手机都亮着了 那么多把手机都亮着都拍 是拿着手机的事吗 刚才说拿着手机拍的 没理 你看看 怎么拍呢 人家是该鼓掌的时候鼓掌 不是拿手机的事 你刚才不挺不开心的吗你 你刚才不挺烦的吗你 怎么了跟我聊天的时候 对怎么了 干嘛你跟他这样啊 他跟我这么说话听到了吗 我没听听了你再说一遍 好了 对了 你识圈的 你告诉我全球粉丝混音会的 对 对 好 我又加一个粉丝 好家伙 什么人这都什么人 这是你爹这是 不是 这是你爷爷 他最后认识了 你看 就这包包 他不转这个了 人就不拍 是不是瞧不起这种 我刚好说 是不是瞧不起这种包包 人家 这姑娘 连痘跟他 他说转过去了 带了一个 像他写着官的 官必败 就你这样 知道吗 张九南还有高九成 我们都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说学斗唱 对 今天前面的四门功课 给您都有所展示 都展示了 到最后一个 倒数第二场 就当最后一个看吧 有什么鱼 什么鱼天天的 都鱼出弹了是不是 是不是都鱼出弹来了 你听见了吗 鱼 还能蓄上 慢点乐 那姑娘得咽过去 好家伙了 咽过去 笑两声 吓一口气 最起码人家还不亏气呢 二楼就做这俩 是吗 二楼就这俩 这俩有视力啊 这俩 二楼不是无卖票吗 你们跟谁的关系进来的 这俩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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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力 视力好 这个唱分为两种 哪两种 本门的唱 太平歌词 鼠唱来表 宝 鼠来宝 另外就是学唱 各位 今天有人在台上唱过鼠来宝吗 大声地告诉我 有没有 你猜我听着人家说什么了 等于是最喜欢互动的演员 居然没有互动了 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 你回来 我俩回来 其实不想走 其实他们了 你知道为什么 哪里就要走了 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唱鼠来宝吗 因为什么 谢谢你还大力我 我怕你太尴尬了 尴尬 尴尬 那不叫尴尬 那叫 他们不懂张九南 知道吗 张九南的意境太高了 那你说说 为什么没有人唱 因为他们不会 因为他们不懂 错 因为今天节目的导写的你唱 人别人不能唱 那为什么我唱 别人不能唱 因为他们想看你笑话 因为看什么 囊死你 这种有什么不好看的 这杀人动的都不好 不如忙啊你 哎呦 唱一回数来吧 我劝你你还不要唱 我我我 人家都不唱 你唱完丢人怎么办 你看我像听人劝的货吗 啊 不是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 不听不听不听 我不能听不听不听 不听不听不听 你看你看这动作真好看 对对对 好看吗 我就喜欢你这摇头尾巴晃的样子 特别的可爱 哎呀 就这破包还尖叫呢 啊 西北狼来了 好听啊 把我板拿来 哎呀 怎么你这个在哪拿出来的这是 我500块钱买的板他就这么弄我啊 可能嫌脏这又红的又黄的 你给我解释解释 又红的又黄的 为什么嫌脏 为什么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没有下线了高秋成 怎么没有下线 这全是线这上面 你现在就跟一个二人转演员那样 二人转挺高尚的呀 哇塞 你是不是谁的痔疮犯了 有人打视频接 有人打视频接 快接呀接呀 听现了张老男的特别好 有空来吧 气死你买不着票 就你这嘴太欠了 欠怎么了 打我呀来呀打我呀 打我呀 打我呀 我要下去我还跟你这么叫嚣吗 还不敢 这个唱说来我必用的乐器 叫做七块碗 对 这边五块小碗 这边两块大碗 七块主板 两块碎子 两条碎子 四条 四条碎子 嗯 象征的拿 四条碎子啊 象征的是什么呀 拿着七块主板走遍全中国南七北六 一十三省五湖四海 两条大河 这就是要饭要变全国 打开张板 哦 见识见识 我瞧瞧 还会马蹄点 瞧瞧 逛点 我要拍鱼 你看 等会儿啊 等会儿他说拍 你再拍 这光打也没用 还得轻插 又干嘛去呀 不是我让他们拍的 我那是电线杆子呢 上那干嘛去了 你让人拍就拍了 光打完了你还得唱呢 唱鼠来宝讲究三块 哪三块呀 血糖血脂和尿汤 那不三高吗 唱鼠来宝讲究现场发挥 当时看见什么心里想法就能唱出来 你行吗 那当然了 所以对演员的要求比较高一些 随便挑 现场有什么词 有题目你就能唱 随便来 我给你出个题目 你唱一唱啊 来题目来题目 今天有一个录像的地方叫优酷 优酷 唱成优酷 唱优酷啊 这很简单 来优酷到 这个来录像 来个录像 优酷视频真叫棒 一年会员218 没事还把广告放 广告到 看来他就是真冲过会员 哎呀 唱完了 怎么了 那唱啊 唱就这样 还是唱完了 对 有会员可唱的 哎呀 你不能当着他们面 你不是让我唱那 什么 那我再给你找个题目吧 随便的啊 哎呀 唱个小伙子吧 唱小伙子 就他 就他就唱他吧 你不老不高兴吗 你别乐 你给我坚持到九晚半 你别乐啊 乐上来这板就贴脸上 知道吗 哎呀不给你盘那板贴什么脸上啊 小伙子 嗯 身杨刚 这个一身肌肉身材壮 对 瞧起来 找空手打架 找金刚 找金刚 找什么金刚啊 金刚吗 像样 啊 金刚吧 明白了吧 这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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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公英雄吗 行可以啊 唱一个 你得确保他这小姑娘 那我怎么验证了 现场验不行 废话 我就看人就是小姑娘 哪个小姑娘 这么些小姑娘 你有想唱的吗 我不能说 我到时候就说骂 我说让他看人长好看 唱人家 因为我已经被人骂得差不多了 对不对 哎呦 我争取给你呢 找点黑事 对不对 你挑吧 你唱他吧 你为什么让我唱他呢 因为我看他看我 我往这一歪头的看我 你是看他那看我的 跟哥说甭怕 看成哥 啊 你看看 我看成哥 成哥 来两个 小姑娘我把你夸 你有空找趟哥斯拉 找哥斯拉干嘛 金刚哥斯拉不是出来吗 小伙子 小姑娘 今天俩人搞最像 哥斯拉和金刚 今天俩人搞最像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送入 不唱 这什么玩意儿是唱的这个 多好啊 行行得了 那你就这么着 你就唱着搞对象吧 搞对象很简单 嗯 搞对象 哦 让我唱 我就唱 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对 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我爸 我爸 我爸没来 来了 你那事儿你吹我爸吗你 你爸 他爸来了吗 我爸没来 你们现在为了搞我 你们现在为了搞我都这么团结是吧 对了 就你来 不能是我爸爸 你怎么你现在还训练观众呢是吧 不用训练 这关键就你 人缘带字了 可是我 我 我的人缘还是 重新唱 不是你爸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你师父台下 你师父台下搞对象 我师父不在台下搞对象 对 咱师父都在后台搞 哎 你是快了 你 我不怕 舍得一身寡 刚把皇帝拉圈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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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不行 老师父也不行 你爷爷和你姥姥台下搞对象 又急 没完了 就离不开我们家这个了 还我爷爷跟我姥姥 这能是一对吗 你急什么 我不急不行这个 我又没说你爷爷跟你姥姥俩互相搞对象 你不 他俩互相搞对象 那对吗 那个 那本来就儿女亲家 本来就不是啊 那不对呀 我是说你爷爷和你姥姥俩俩谈恋爱 你姥姥和你奶奶搞对象 你们家还全变态呢 哪有梁老头梁老太太的呀 没有你们家人 没有我们家亲戚 搞对象 他的规矩多 这个一男一女最适合 这才对 搞对象为了把话说 咱们剧场里边少 公园里边多 他们越说越闪越有趣 这个商商量量办喜事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 就是没有你的份 别的 得有啊 不能有他 怎么不能有 他老不高兴哪女的跟他呀 怎么不高兴啊 一有了就高兴了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 我给你介绍哥斯拉 你说怎么样 你找哥斯拉干嘛呀 不好吗 不行啊 搞对象不行 那怎么着 这不行 你好好唱会搞对象的 搞对象啊 唱你你还搞对象吗 我你唱我 你老唱人家了 你你还搞对象啊 怎么了 你不孩子都有了吗 你搞对象 你搞对象 啊 啊 唱你结婚得了 啊 唱你结婚吧 哎呦那你你会唱我结婚吗 太简单了啊 唱你结婚啊 你唱我听听 哎呀你结婚呐 你跟我说 哦 我给你一半辆火葬车 哎 你等一等 怎么了 我结婚咱俩是好搭档不是 结婚有要不要车 要车 都得有车对 对 半辆火葬车 不行 便宜 不成 有卧铺 那也不成 能躺着 这这车就不行 他们不是说这 这车不行 车怎么不行 慢点开 不是快慢 是小轿车 对不是 你跟你媳妇是一个铺 不是上下铺 没听说过 那玩有一块的吗 不行 小轿车 小轿车 火葬车多了 小轿车 你结婚呢 你跟我说 我给你一半辆小轿车 你结婚呢 你跟我提 我买这个礼品送给你 好啊 我买的礼品有点多 怕您家地儿小 没地方搁 我们家地方大的呢 随便送 各位好大道 我们快点送礼物 来吧 开始啊 来得不去 有电磁炉 电饭锅 按摩椅 电脑桌 大电视 摩托车 大花圈 骨灰盒 这些个东西 往哪儿搁 往你们家搁 给你的结婚礼物 逗逗送你们家去 给你的结婚礼物 我结婚 你给我送这个 多好啊 大花圈 骨灰盒啊 谁啊 你装什么 装什么装 这不就刚才你说的吗 是想说牛宝宝吗 啊 差不多 你想说 那 装什么 你结婚 好东西 我能给你送 废话 刚你唱出的大花圈 骨灰盒 这你就给我送这个 我能给你送这个玩意吗 啊 我是那人吗 你刚才就这么唱的 你听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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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我不能给你送 你刚才就这么唱 要给他唱着 电磁炉 电缝锅 按摩椅 电脑桌 大电视 摩托车 大花篮 手势盒 有吗 你还是不高兴吗 我能高兴吗 我看他能高兴吗 大花篮 手势盒 手势盒 对啊 那就往我们家搁吧 对不对 这个大花篮呢 人人夸 哦 里边插的是鲜花 哦 勺呀花呀 玫瑰花呀 茉莉花 还有牡丹花 手势盒 香金边 卖的都是功夫钱 上边盐 下边台 这个像家的雕刻 整腻圈 还有个矿子 装相片 装相片 惹乐悠悠 我按上电视能转就 看什么 这不挨着骨灰盒吗 手势集什么 手势盒吗 手势盒 什么手势盒啊 手势装手势的吗 手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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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矿子装相片啊 怕丢了呀 你外头去演出那个 箱子不贴高层照片吗 那贴手势盒 把你丢了呢 这上边下不腿 你得有盖 你得盖上啊 还有盖 对呀 就派骨灰飞了 不是 你得有盖啊 再说有照片 啊 有照片就是骨灰盒 那不就是放相片的一项吗 有照片就是骨灰盒 就是骨灰盒 有相片 你吃过老干妈吗 你吃过王志和吗 肯定今天老头也没了是吗 麦当郎这老头也没了是吗 你吃的是骨灰呀你啊 干杯肉丝就有骨灰 咱今天是相飘相飘 我这一个人的这玩意 我弄什么 里边里边里边手是吗 粉底眼线眼影 BB霜 乳液乳液 什么玩意 你没化过妆 怎么着出去录节目 化那个玩意 过底灰 那不都得有吗 谁呢 我还弄马尿活去呢 锅底灰 给你们耗的耗的去白的 明白了吗 有盖得盖好呢 有盖 确实是不是 首饰 首饰盒啊 能给你送骨灰吗 我天哪我疯了 首饰盒 首饰盒 头都整乱了 哎呀 首饰盒 哎呀 首饰盒 真叫好 各种的首饰装的真不少 嗯 所有的东西都万齐 我来给你当司仪 行 买白纸 写黑字 你们家里都办喜事 这是办丧事 你们家里都办丧事 什么办丧事 什么办丧事 有买白纸写黑字的吗 你说 不是 买白纸写黑字不对 白纸不对 白纸不对啊 对 买绿纸写黑字 绿纸 进门就当王八了 买黄纸写黑字 我也不算卦买什么黄纸 买报纸写黑字 报纸干嘛呀 买手指 手指也不行 面筋纸 不对 我告诉你啊 红纸 买红纸 对 买红纸写纸纸纸纸纸 你们看得见 拿黑边描摹的 买红纸写金字 买红纸写金字 你们家里都办起事 就听见汽车喇叭响 十八个新郎往外闯 我 没这么些 就一个 一个新郎往外闯 新郎长得真叫棒啊 他的名字叫郭德纲 他的名字 新郎九成往外闯 对 新郎脸上戏洋洋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 哦 鞭炮齐鸣咚咚咚咚 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啊 大伙一起伸拨瞪眼睛 你冲着汽车三鞠躬 新娘子坐在车里不吭声 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啊 大伙莫挨五分钟 挨 我取此诗 大伙要求您五鞠躬 再来一个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 新娘子这台露笑容 新娘子下车慢蹭蹭 他嘴里还把这个小雪哼 你看他 黑油油我一身毛我小眼睛啊 有空大战各自拉 这什么啊这是怪物啊 不好吗 不行啊 其实是你的眼神不太好 新娘子长得俊有巧啊 你看他 瓜子脸呀 尖下颗啊 细眉毛大眼睛啊 两个大酒窝 白春红老大花盒 脖子系这个白微脖啊 头上带这个白头绳 他怀里抱这个骨灰盒 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剧 《四十不惑》 表演者郎赫颜等 时间退回到1981年 也就是四十年前的昨天 为什么是昨天呢 因为昨天没有演出 在1981年的那一天 发生了一件大事 老爷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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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 你快走两步能怎么啦 我这么大肚子走得快吗 哎呦 人家大夫都说了 要生孩子之前就得啪啪跑 哪个大夫这么说的呀 你走两步没事 你走两步保险孩子啪就掉下来了 那不摔死了吗 那不省着你伤了 人家大夫说你适当的运动 哎呀 我那意思啊 赶紧让他出来吧 在肚子里边都会憋屈啊 那是你着急的事吗 你一点都不关心 没露头了 废话 露头就出来了 对不起 我都不着急吗 这都多长时间了 怀孕都四个月了 你就说 不是你是这孩子亲爸爸吗 我不是你是啊 这孩子都得十个月 这不今天已经 哎呦 快了 这就快了 哎呦 我就想着 你说 哎 也没当过爸 他又出生了 哎呀 这是什么样的 这玩意儿 什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咱们得生一个儿子 对 我也喜欢儿子 是儿子吧 哎呀 我跟你说 嗯 等到他出生 我估计 哎 到时候让他说相 嗯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让他捧根好 哈哈哈哈 都跟好 现在你看谁火呀 现在这年代最火的那是 吼耀文哪 哇 也是哈 对不对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的搭档 实负宽呀 哎 我觉得让他捧根 捧根没出息 怎么没出息呀 以后你看着 四十年以后 你看着捧根的 哈哈哈哈 行吧 我希望他能活过四十 对 啊 啊 我跟你说咱们家的孩子特别活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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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哎 哎 他踢我 哈哈哈 敢踢你妈 啊 我踢死他 不要 哈哈哈 动我媳妇的人 我跟你说 我必须让他 让他活不了 哦 不是 这是你亲儿子 我知道 我亲骨肉 亲媳妇嘛 你不要对他这么哄 啊 你说到时候 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去 哎 刚刚你叫我什么来着 哈哈哈哈 你叫狼言他妈呀 对 哈哈哈哈 哈哈 哎 我觉得这个孩子咱们就叫 蓝鹤言 哎呀 行行行 虽然这名字糗了点吧 也行 那就叫这个名字了 就叫这个名字了 嗯 是 儿子就让他叫这个名字 你说他现在就听你 证明这孩子啊 真是动手动脚 他长大了 可能是要喜欢足球 哈哈哈哈 有可能 他运动能力比较强啊 啊 应该是个大高个啊 这孩子出生 肯定是个 大高个 对 最少一米八五 一米八五 而且是 浓密的头发 哈哈哈哈 哦 你说是浓眉大眼 头发 头发不是重点 秃子也不难看 哈哈哈 对不对 哎呀哎呀 哎呀好呀好呀 赛脸是不是赛脸啊 数量出来提 数量 我揍他啊 不行 我好像要生了 啊 怎么着 我帮你 我帮你 还怎么着 我在这 我不能在这生啊 你真要生啊 快点生你医院 我帮你上医院 你再忍一忍 你 你别 你别着急 我当年就在 我当年我妈 你别着急 你当年怎么了 你当年 我我我妈生我的时候 就是跑马拉松的时候生的 哈哈哈哈 跑马拉松的时候生的你 对啊 你叫啥 我叫 张拉 你这样子 哦 我对 我叫狼和言的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怎么叫你叫狼拉拉 拉拉 我叫狼拉拉 好不好 哈哈 走 我 等会等会等会 等会 这厂房家里不能进啊 不要不要后着 走 走 等下去吧 怎么这么快就当 到产房了 哈哈哈哈 我没走两步 怎么到产房了 我以为得再走几步呢 哈哈哈 产房太近了啊 我们在医院里边溜达的 哈哈 在医院里边溜达 我说给忘了 真是一生孩子就忘 生没生 生个土豆 还越白菜啊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生个气管子 哈哈哈哈 生生一蛤蟆 还生什么玩意儿啊 啊 哎 家伯 家伯过来吧 我 上了 好轻松 哈哈哈哈 真好 哎 哎 我说 哎 明显肚子就小了 生完孩子就是好 哎 哎 怎么 这点负担都没有了 怎么没大出血 哎 家伯怎么说话呢 我听他们说的 生孩子 人家故事都听不下去 九死一生啊 没有大出血 照顾病人情绪 现在病人身体很虚弱 你需要关心我一下 没事吧 给你照顾啊 我现在好多了 孩子 孩子呢 孩子 孩子别带 没带着追着 哈哈哈哈 谁生完孩子 哪个当了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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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一个躺哪儿呢 我 照顾 照顾病人情绪 别发生孩子 等着吧 我去把女人的抱出来 哎呀 哎呀 我气不利的 这是我们家大功臣 那你看看咱们孩子 给我们生了一个大宝贝 辛苦了 特别可爱 啊 你看看 这就是你儿子 看看咱们儿子 我是拉个眼 OK 哎 你说咱儿子生下就会说话啊 哈哈哈哈 要不说他是神童呢 不是 我现在 你是哪来的祸呀 什么话 什么话 什么到哪来的祸呀 这怎么 咱儿子生下就这么大了 咱们的儿子 咱们的结晶 我可爱 我可爱 我不信 咱俩有一个正体格的吗 我欢迎你跟大象有私情 证明它是大象 你是吗 不大象 看看 你真是狼鹤颜 我真是狼鹤颜 这是你的亲儿子 这你不许再侮辱他 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 哈哈哈哈哈哈 你你你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你身上掉下来这么大一块肉 哈哈哈哈 啊 大肉 哈哈哈哈 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大肉 大肉 你不要说这些了爸爸 不是 我怀疑你 你是不是在产房里边吃化肥了 哈哈哈哈 什么化肥呀 他这就是就是 见风又长 那鼻子怎么没长呢 他不是大象 不是大象 大象鼻子 我这十多个月都没去过动员了 不要再说了 你看看 真是啊 抱我 孩子那你抱抱他 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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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有什么事 帮我洗个遗嘱 哈哈 你放心 我会把孩子敷上碳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妈你来试 哈哈哈哈 你太笨了你 啊我 我算了 我不会试了 我估计抱不动他 我估计抱不动他 你看他 哇 比刚才我的肚子还大 哈哈哈哈 这孩子可能是受了什么辐射了 我看 哈哈 生下来这么大 体格还这么好 证明他肯定是身体好 才长这么大 妈妈啊 哎 哎 怎么了宝贝 我饿了 哦 饿了 去给他点个外卖 哈哈哈哈 我要不我去给你买男粉去吧 这孩子 刚生孩子 你懂他不懂 快点快点 一会他饿的不行了 饿死了怎么办 哈哈哈哈 行了你 你再忍一忍 吃不胖还是老吃 好 走 有点凉 有点凉 嗯 没事 妈妈回家给你剁小棉袄 哈哈哈哈 我给你先煮一碗小米粥 啊 哈哈 都说孩子是有苗不酬长啊 哈哈哈哈 转眼一间我就五岁了 老老爷 老老爷 老爷 你快出来 快点出来出来 你 你别扒垃圾桶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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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天天你扒什么不好 你扒什么垃圾桶玩啊你 嗯 垃圾桶里面有吃的 你说 你想 你看你 你别像你一岁时候那么胖了 你一岁那时候那时候叫婴儿肥 婴儿肥 你好不是瘦成你现在五岁的样子 多可爱啊 你一分手有多难看你是没看见啊 哈哈 我看到了 我知道你看那是你看那是你的百天照 嗯 对 百天照等百年以后 哈哈 百年以后 你呀你呀你就这么点你知道吗 руб 真是的 你别老玩大子 你玩小点别的不好吗 我 我没事干 我想让你 陪我玩 我还怎么陪你 我不上班 我不工作呀 你好不容易今天能陪我玩 我不管 你天天玩 reflective 你给我踢球去 哈哈哈 我踢球 踢什么球踢球 你去找张九男踢球 我跟你说咱家那邻居 张什么男子 张僵宇 别人老跟他踢球 伤着几个腿啊 胳膊的 别人老踢球 做那么危险的动作 你看五岁 你玩点健康向上的动作 好不好 健康 爸爸 那不玩了 你也玩在哪 咱看我电视 看电视 看动物片 看电视剧吧 看电视剧 电视剧呢 我要看青鱼年 没有呢 是谁在说话 是我妈妈呢 没有呢 没有 看个别的 坠续 没有 我都没听过你说 看个别的 看什么 你这么大了 你就说你想看郭麒麟完了呗 看电视剧有意思 看别 我们当年的电视剧 你看看这多火呀 环珠格格 你看 环珠格格不是98年的吗 咱们现在哪年啊 咱们是86年 86年 对 我就是 我这人有 胃部先知的功能 以后肯定会出那些 环珠格格 青鱼年啊 坠绪的这些 尤其林的大了 里边 张亚珍特别好 这些你都得多看看 张亚珍啊 你别看那些了 我给你推荐一个吧 《渴望》 这电视剧怎么样 《渴望》 这是咱们那年代的 肯定不信你们百度 1986年有这电视剧了 你看这个吧 86年啊 啊 这不 西游记行不行 西游记啊 看西游记 动画片啊 动画片啊 巧了 西游记的动画片 西游记没有意思啊 没有意思 你个金晓大王 银晓大王 他多好玩啊 哎 金晓大王 我好像看过那个 就是金晓大王 就叫孙悟空 就那个那个 行哲孙 对对 爸爸演那个演那个 你叫我 你叫我 好 我叫你的名字 你敢答应吗 你叫呀 行哲孙 爷爷在死 哈哈哈哈哈哈 我怎么抽搐你啊 我怎么抽搐你啊 来追你自己的呀 哈哈哈哈 你给我站着 十岁的郎赫颜 聪明好学 但是在他心里 总有一个解不开的小疙瘩 郎赫颜 郎赫颜 你爸爸就是 你不是 你爸爸就是 你爸爸就是 就不是 狼赫颜 我问问你啊 你你问 你有爸爸吗 废话 谁没爸爸呀 搞不清楚没有的 你有吗 有 你爸爸叫张什么 叫张可乐 不是 不是 我我爸爸不姓张 我爸爸姓郎 对 姓郎 你爸爸就是五大郎 不是五大郎 不是五大郎 你爸爸是五大郎 不是我我我爸爸姓郎 啊 狼大五 哦 你爸爸是反正话是吗 不是 反正就不是五大郎 你爸爸是五大郎 不是 你的爸爸是五大郎 每天吃饼卖的萌 从小头发不洗根 长大只是光头抢 光头抢 光头抢 不是我爸爸 又不是 又不是 这倒霉孩子 你是不是又给我惹事 啊 一天爸爸忙里忙外容易吗 嗯 没事吧 我记得道歉啊 不好意思啊 行了 回家找你妈去吧 走 走 都不是好人 爸爸你干嘛姓郎啊 你姓张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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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流逝 青春悄然 二十岁的郎赫颜 也到了该有新事的年纪 哎呀 我郎赫颜 可能这是今天里面 最阳光帅气的郎赫颜了 我老郎 我小郎今天 我小郎今天也二十了 我也想有自己的女朋友 我觉得 就我这个版本的郎赫颜 还是比较好找的 不会 不用你说 不 可不可以带着气 不 呀 琪琪 老郎 老郎 往后坐 哥给你聊会儿 哎呀 你觉得 我怎么样 帅 你特别好 你长得好看 而且 你这个头发还挺多的 哎呀 谁知道 之后几十年 我的头发会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你行 你怎么有事没人老打我呀 你是不是想跟我练一练呀 没有 没有就行 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是吗 哈哈哈 张好看 嗯 哈哈哈 哎 琪琪 嗯 这 这是不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呀 对呀 你看 好看不好看吧 好看 那是你也不看谁买的 我男朋友买的 我买的 哈哈 你是不想还给我钱了吗 哈哈 哈哈 是 是 哎呀 香吗 你是不是又用我洗衣粉了 没有 没 没用洗衣粉 下个用我洗衣粉放个原味啊 好了 好吧 待会不早了 回宿舍休息了 等我看看 不行了 怎么了又 宿舍关门了 这 十点就关门 这都九点五十五了 我棋子里面三分钟咱就到了 哈哈哈哈 啊 玩命灯了 不不不 上吧 快走 赶紧的 上不去 你什么上不去呀 我 我弄低点这块 不是 他已经关了 这 到不了了 他已经关了 他现在花了嘎背就锁上了 哎呀 嗯 关了没事 翻了 翻不了 怎么 我穿的是裙子 翻不了 你穿裙子 你要不我弄 你穿我裤子翻不得了吗 我现在拖给你 不是 不是 翻不进去 那 那 那个栅栅都通着电呢 一翻就电死了 你们 你们 你们谁要怕学生往外跑啊 对吧阿兵 嗯 就不让他进了 哎呀 你说你这事那 要不咱那墙上挖个地道进去 不行 那那都是水泥 哎呀 这怎么办 你这这 嗯 你带身份证了吗 嗯 啊 行了 那你往吧开个包酒 哈哈哈哈 拿包酒干嘛呀 那你去哪儿 啊这这 嗨 来我来我来 你什么你回你家 你别回回你家 我回你大车 我我家里没人 你爸妈呢 我爸妈 爸妈不在家 爸妈出去玩去了 你回你二叔家 你不二叔家吗 二叔一起出去玩了 哈哈哈 你大姨家呢 这远远点就是 哦 他也出去玩了 哈哈哈 这几个孙子大你这么能玩呢 哈哈哈哈 出去旅游去了 都都出去啦 你姥姥姥爷哪家 都出去玩去了 都我们就没有亲戚了 怎么你是孤儿了 哈哈哈哈 不是就是就是 不是我是外地人 哎对对我是外地人 你你你这 不去了 哎呦 那你的身份证又不行 不行那能住哪 你网吧开包酒也不行 你不乐意呢 那你说去哪 你有辙吗 住酒店行吗 哈哈哈 大点说我听不见 住酒店行吗 住酒店 嗯 行那你去吧 哈哈哈 那你呢 我能回家 你没办法 我有办法 哈哈哈 什么都不明白 嗯 狼狼 干嘛呀 你叫什么 狼狼 我就你以为别人叫 叫我这个 炎炎 哎行 我嘴唇干 嘴唇干 嘴唇干 嘴唇干呀 嗯 让你这屋里开个加湿器 你不听我唇干你也不听 嘴唇干 你把眼睛闭上 嘴唇干 嘴唇干 你把眼睛闭上 嘴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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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唇唇あ 隔下 jet 嘴唇 build 啊 心里有点舒服 就不见渣者 没事 走走走往前 进门 敲门 谁呀 妈 哎 别来 妈 哎 你激动干嘛呀 没事没事 这个状态倒像是我闺女 来 来了来了 妈给我开门 我带我男朋友回来了 行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哎 瞧瞧瞧瞧 哎呦 妈你这怎么了嘛 你看怎么 你是要 怎么让坟圈子给炸了 有这么说你妈的吗 这你这么开门笑呢 是硬并似的 一天到晚的 好一见面就那样 我以为你哪样了呢 别闹了 跟你逗玩的 多大了 你别老跟我闹 就是带我男朋友回来 你往这儿给他 看我干嘛 我说你闺女养我多少年了 是啊 养二十多年了 就是我带我男朋友 他叫朗赫颜 不是 杨赫颜 哦 也不是太熟是吧 顶熟的 哦 这也就是你说的那个 小朗啊 对对对 你也看看嘛 我们俩就是真心相爱 怎么你迈不出去了 那个状态这是啊 我跟他聊聊 跟他聊 妈是对你好 没事 好 我知道了 妈 你说吧 你跟他说吧 阿姨 叫姐姐就可以 你叫姐姐我 你叫我 阿姨够时尚的 永远在最前眼 瞧得出来 妈你跟人说话 注意点 别找那么横 因为我跟人说走了 放心吧 妈心里 有一个事 小朗啊 哎 阿姨 今儿来 是有事吗 这不是跟您商量吗 商量什么呀 我想娶您女儿 谁 要干嘛 我想娶您女儿 海扫 海扫 妈 你是没见过老爷们是吗 我当里面提着我海扫 怎么什么 他就给你下药 什么 下药 迷惘住你了 给你下迷惘药了 那是前两天的事 你给我闭嘴 知道吗 妈得过这道锅 求婚来了 是 这不跟您提亲吗 阿姨 那小郎咱可得谈谈条件了 哎 这不跟您商量吗 阿姨 我这个妻女养了二十多年 不能白给你 对不对 那是道理我懂 这年头嘛 我领她上歌厅 我还得花钱呢 没有白来的 去歌厅干嘛呀 就说这意思 我明白 当然了 你要是说 真想把她领走 哎 阿姨呢 也能理解你 您理解就好 不对呀 还是要钱 不对呀 那您说个价吧 阿姨 五十个W 五十个W 或乐豆啊 我跟你斗了 五十个W 阿姨 怎么着 现在零六年 您说那是 十五年后的价钱 是不是跟上潮流吗 五十个W 那也太多了呀 要多了吗 这就多了 那太多了 我没有啊 那你有什么优势 阿姨 虽然我没钱 但是您女儿嫁来我呀 我肯定爱她 我对她好 就完了 对她好一辈子 爱她就完了 对呀 我俩那上歌厅的时候 谁都对她挺好的 爱她的人多了 怎么还有那歌 老叔那歌厅干啥呀 那是我熟的那地儿 怎么了 我瞧出来了 不是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您女儿也爱我呀 我们俩真心相爱 您成全我们俩吧 成全你 对呀 今儿阿姨把这话撂着 小拉伯 干嘛呀 你今天拿出五十个W 姑娘 你整走 什么叫整走啊 你今天要少一分钱 我告诉你拉赫言 我把它卖歌厅 我也不给你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 你老是 你闭嘴 这么多邻居看着 丢不丢人呀 还邻居早都知道你丢人了 这过不下去了 别跟我妈聊了 走吧 回家我不说了 哎哎哎 我领错了 你过一边去 给我撂上了 你怎么 这姑娘 这不是个赔钱的货 咱上一上八折也行啊 都说三十而立 然而 立业成家 终究还是鱼和熊掌 不能兼得呀 我这不是我说你 怎么了 这这这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 这么长时间了 啊 光我请你吃饭 你这话说的 胡辣汤 我不是给过你一袋吗 哦 这就抵以前吃那些饭了 怎么了 你不北京人吗 我北京人怎么了 你有钱呢 我 我外地打工 我来北京多不容易啊 你有车有房 我 你还搞一对价 我 是是我是有车有房 嗯 那都是我爹妈的 你爹妈的 你疯我点怎么了 咱俩是不是一场买卖 咱俩是不是搭档 凭什么呀 狼狼言你太小气了呢 你请我吃个十顿八顿饭怎么了 凭什么请你吃十顿饭 什么叫凭什么 咱俩不是搭档吗 咱俩这还是搭档 我带着你发财呀 你带着我发财 咱俩 我都跟你捧着回头上演的时候 我带着你去呀 那你高低你得请我一顿呐 请你 你这话说的 我请你 你要这样聊天的话 今天这顿饭咱俩为之 哦 以前我请你那些都不算了 你就请我吃个烤肉 也花不了三百二百的呀 那也是我请你呀 那不是你爸爸钱吗 我爸不是没钱吗 又哪有你这样的人呢 你太不地道了 什么叫我不地道 你太小气 你抠门 我小气我抠门 不是吗 您要这么说 咱啊 这朋友交不了了 没法处了 你等会儿 狼言你什么意思 交不了这朋友了 咱今儿这搭档不做了 不做了 是这话 是这话 好 既然你说出来了 怎么着 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我吃你两顿饭 至于这么抠门吗 几顿饭 两顿饭 怎么 你打来这吃我 多少年头了 多少年头 你挂那个呢 让你不让吃 我不跟你交 你人性有问题 我不跟你玩了呢 咱俩脸吧 别在一块 我人性 我 别打我 哪有这种人 真是跟您各位说 交朋友就这点 心寒 没这样 兄弟 新写着段子 别写段子 我新写着段子 赫罗 赫罗 我干嘛 咱这么演不行 知道吗 咱们不行 我新写着段子 你别告诉我 你别跟我 你别跟我新写段子 我 你这玩意儿不行 咱传统段子还没弄好 弄什么新段子呀 观众喜欢听 我台上我也努力 不是你 你现在台上干嘛呀 又蹦又跳 又遮又闹的 干嘛呀 不行 我告诉你啊 我喜欢 我 你喜欢 你喜欢 那得奔传统活走 你要这样 咱俩搭不了 别 爱搭补蛋 这也分开了 哎 呦 兰可言 张可伦 你在这干嘛呢 我 吃饭呢 吃饭呢 你现在有搭档吗 我 我这 你有搭档吗 我没有搭档呢 哎呦 我也没有搭档啊 这么巧啊 这巧了 要不咱 咱俩搭一块吧 你说 我们两个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啊 好好好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啊 就是身体好 发量足 看出来了 真的 您放心 绝对不可能脱发而死 哦 那咱俩搭一起 咱俩搭一起 咱俩搭一起 好搭档了 好不好 那行 那这样 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我今天晚上没事啊 没事 对什么词喝酒去 事业遇到了转机 究竟是坎坎坷坷 还是前途光明 在所不知 两个搭档 就像生活的两口子一样 有美满的生活 也有马勺碰锅样的时候 哎呀我跟你说 这女人啊 就得美 知道吗 一旦没了这些个皮肤啊 没了这些美貌 什么都没了 知道吗 你们 哎呀真是 嫁给狼河妍不容易 一个人带着俩孩子 哎呀人都吓锤了 脸蛋 想什么呢 邻居别老瞎看啊 啪什么床根一天到晚呢 哎呦真是 也不回来 天下俩孩子就有一个人带 我容易吗 真是 照着我自己这些年 哎呀变化真是太大了 我都长胡子了 这可怎么办呀 我回来了 媳妇 哎 邀 亲一个 老板回来 想你了 你别 你干嘛干什么呀 我这真照镜的 半个月没见了 长春出来半个月 你别呢 你先等会儿 你看邻居都馋了 你看 快来来媳妇 你先别闹 想你了 孩子睡着 你是想我吗 你这是想我吗 孩子 我都没见孩子 我见你来了 怎么了 你是见我 你进门 你看出有什么变化了吗 你看什么呢 穿着衣服 脸 我新买的粉底 又嫩了呀宝 怎么了 嫩什么了 有脸说这个 怎么了哟 有脸说这个 啊 朗和言 爷在死 跟你逗呢吗 逗你开心吗 乐意宝 两口 两口 两口之前玩伦理是吗 不是 那我们 你别来把你工作 那个态度带到家里 行不行 行不行 日子能不能过 是不是上班又遇到 什么烦心事了 孩子 是不是老大又调皮了 你这一天天走走走走 家里你管过吗 你不管 你知不知道每个月这女人都会有几天不舒服 不是 我男生 那你要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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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那多喝热水 要不就 多喝热水 我堵不住我也 心 心 我心里这火 你们干嘛呀 我回家过自己日子去 丫头我吵架没嫁过吗 没嫁过 不会乐 心里这活我堵不住 这孩子你也不管 天天就我一个人 我这两年 我这皮肤大幅度的下降 你不是你皮肤可以了吧 还可以呢 多嫩呀 除了你现在都没有人挑逗我了 咱俩结婚 你老憋着人挑逗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了 我们那些姐妹都不跟我开玩笑了 觉得我老了 别生气行吗 哄哄哄哄哄 哄哄什么 哄哄哄哄哄哄 哄哄哄哄哄哄 你别老这孩子睡了 跟我动着动脚就行吗 就今天他俩睡着了呀 就今天孩子睡 你想干什么呀 孩子睡你想干什么 我没兴趣 什么都没兴趣 你 你回家我对你就没有兴趣 知道了吗 你也不想想 为什么我挑凌晨的班级回来呀 你挑什么凌晨的班级呀 你挑什么凌晨的班级呀 话全让你说了是吗 家里管过吗 不管回来就知道跟我这斗 玩伦理 我是你媳妇 你跟我爷爷在此 怎么让我跟我爷爷结婚了呀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一天到晚 你说我回来一趟容易吗 你去回你们家人家去去去去说 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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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又不想娶你 娶你嘴皮的六说的 照顾六说不着来 来来来来 讨厌劲的 看你都是倒霉孩子 随你了 等会儿 拿着鸡鸡 拿着鸡鸡的 等会儿 早就不想给你过了知道吗 张九南不是狼和颜 狼和颜 狼和颜 原来就叫爷爷 爷在此啊 叫谁叫谁 干嘛呀 不行分家去拍两次 你甭想过爷爷玩靠子不累 我也不喜欢这个 我累一天了啊 眼红一炮 你嘴唇上唇彩谁给你涂的 你想是谁就是谁 行吗 狼和颜 你不怀疑吗 狼和颜 怎么了 你怎么没法过了 没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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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没法过了 看人家 怎么了 你是不是神经病 我不跟女人动手啊 你是你是你 你怎么样 我不跟女人动手 你打我了 你垂 你垂 我还怕你垂我这两下 刚才你就拍了三下 你垂死我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说话呀 你心虚什么呀 我说你实在你心虚什么呀 我说你实在你心虚什么呀 往日无相呢这儿 我也就是不知道 我也就是不知道 朗克星叫什么名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朗赫颜 咱俩日子 没法过了 是不是想说这个 你 你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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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没兴趣 我走了 自己过吧 你走 你不用你走 那是咱家的门 你从那走 那是咱家窗户 我跳窗户不活了 我跳窗户不活了 人到四十 已是中年 不惑之年 匆匆忙忙 Director 啊 妈 狼 FROM 快点儿吧 咱们 不是 这怎么 咱们都八十了 这胎肯定不是我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怎么又怀疑胎呀 老狼呀 你说咱们风风雨雨四十年 就要了一个小狼 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他整天在外头忙 回不来就剩咱们俩人 这不也是孩子笑什么 给我买了一个小狗 让他陪着咱们 这也是自娱自乐 孩子现在忙活事业呢 他有他的家庭 哪有时间照顾咱老两口 咱别给孩子添乱呢 比什么都强了 上岁数的 岁数大的就得理解人家年轻人 人家创事业呢 咱们俩人就把身体 养得好好的 你看看现在 你都煮个棍了 告诉你年轻的时候 不要去踢球 不要去踢球 就不听 我这腿脚也是 你啊 你不跟姓张的接触 腿脚都坏不了 我就说咱隔壁的老张老 上咱们家来呢 你理他干什么呀 我没让他进来 对呀 哪天你在家时候 看见他进来了 我不在家时候呢 他也没进来 那你提他干什么呢 我就说 我都不跟他去踢球了 我跟你说 有一个好身体 咱啊出去遛了公园 不给孩子添麻烦 就算得了 咱就赚了 你别老提那老张 那些窝心事 放心 老张老张这辈子 不会再来 老张 老张去那边了 咱这岁说 活一天少一天了 不知道今天把这鞋脱了 明天还能不能端着 你这 这是生他时候 唠叨毛病啊 这是 就是越的病吗 人家说的 再生一胎就能好 你老张不行 我去买点狗喜 赶紧的呀 喝酒去呀 一会儿没地儿了 趁现在人们人少 就咱俩人啊 郎和言呢 你叫他了吗 我上个礼拜就给他打电话了 赶紧打一个问问他 老郎 我猜猜猜 给儿子做饭的吧 给媳妇捏脚呢 什么都滚 给你赵母娘通风和霉呢 我这是骗儿当话 不是 叫你一回你不来 叫你一回你不来 行行行 以后也不叫你了 行了吧 行 玩去玩去 别找他了 哪回都不来 多余给他打电话 就咱俩去 就这一回不叫他 走走走 再整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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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狼子战 您好 你爸爸呢 你爸爸狼和颜呢 啊 狼和颜啊 狼和颜是我爸是吧 啊 我爸出差了 不来看看你吗 嗯 已经一个月没见到他了 他又出差 又得演戏 啊 见不着 一个月 我可是过两天 咱足球队球决赛了 他也不来吗 本来我爸答应我说 来看我踢球 给我加油助威的 啊 但是临时拍东西马射 不 来 来不了了 但是我爸答应我了啊 那场球如果我踢的好 他要给我买C螺的球鞋 C 太好了 我给你看看 行行行行走走 走 去练你走 走 走 狼和颜啊 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可是这个一好啊 家里所有的事儿都落在这当媳妇的身上了 这大褂 这大褂都开当了 好在啊 他说今天晚上啊 半夜十二点能到家 你说这叫日子怎么过的 我都快一个多月没瞧见 哎 喂 啊 老狼你落地了 嗯 还没飞呢 哦 晚点了 嗨 那你 什么时候能到家呀 半夜两点多呢 哦 嗨 我没事 我没事 我就是惦记你 啊 或者你甭管我了 我要是困了 我就睡了 我不等你 嗯 你放心吧 嗨 饭菜啊 我都给你做好了 别在飞机上吃了 啊 忍着点 稍微忍着点 到家一热 吃点顺口的 嗯 行 好的 好的 你就别操心了 没事 好着呢 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哦 行吧 那你回来的时候 注意安全 嗯 挂了吧 哎 等会儿 生日快乐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你 请求我 什么样的 我被一死 想要听的是孩子 听了笑我 时间都去哪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 还真有点 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这我们师兄弟 一起为我杜撰的这么一个 死尸不祸 我也是头一回才知道 我打娘胎里就是个贺字的 你说我爸我妈要早两年结婚 这是你们说的 效果很好 大家也都乐得很释放 按照年龄 从出生五岁十岁十五 五五的增加 一直增加到四十岁 他们的人物都非常的饱满 故事也很曲折 有时候还稍带些惊悚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他们演的都是他们自己 不管怎么说呀 确实到了四十了 四十不祸 人生天地之间 如白居过细 如是而已 我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能耐 也非常感谢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为我送来的祝福 同时我也特别感谢 我的师兄弟们 请他们上台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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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容易一个 有个蜡烛 把桌子抬过来吧 这好 把您抬走 你看过生日 应该我过生日的样子 我们还租了一个蛋糕 租了 发票还在上面 因为这蛋糕太贵了 我们这经费也有限 人员也有限 实在是 你们人员还有限 每个人都出了两三回 按理来说 本来我设计的是 一个人演一个角色 后来结果一设计 发现这个角色实在是 太饱满了 然后我们 其实我还设计了好多 给他设计一个三十五岁 说有一个婚爱情 结果他 结果他不让演 他说别演别演 那个万一是真的呢 多讨厌 后来一想算了 这是我们尊重 本家的意愿 你们还尊重本家 对啊 本家开心吧 我母亲厂后风 四十年了都没剧掉 这都不好来 每个人都坚持着演完的 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 老郎的生日 昨天 那么 因为今天有演出 我们就今天来过 今天本来我们就想怎么过这个生日 我说这样 我编排一个节目 咱给老郎过一个生日 今天我们就提前来后台 把这个作品就编排了一下 然后就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 其实最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我俩来演 我说我俩就演一个 我就写这么一节目 到后来 我说得热热叨叨的一块来一个多好 然后这些人啊 真是个个都是这个出类拔萃的 你看演技特别精湛 这个我也没想到的 我也没想到 其实你应该跟我们每个人都点评点评 是吗 你觉得你儿子 那头一个大胖儿子演的怎么样 那是我儿子吗 那不是 演的你 我儿子 回去吧 我儿子 你看 于家伟演的不错 于家伟 你看你爸爸演的怎么样 爸爸真棒 这也是我儿子 妈妈呢 妈妈真暖 我就说以后 咱仨这样一块 鸡蛋炒西红柿 今天就点这菜了 好嘞 你看都演一个 那个是演你谁的呢 哪个 关销海 媳妇 你这媳妇演的怎么样 你就走走走 我是你那跳楼子媳妇 你媳妇才跳楼了呢 其实我这个跳楼 觉得他俩 他跟那个九南 他俩自由发挥的 对 因为我设计的时候 我说别跳楼 但是就是因为人到一定的岁数 跟夫妻两口的吵架伴嘴 都正常的事 是小磕小碰的 尤其老出差 媳妇就不满意 这都是正常的事 时间 小别胜新婚啊 都是很正常的 然后就想让他们俩演绎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但是演跳楼了 其实真是朗哥给推演戏的 我什么时候推关销海的媳妇了 就破案了 然后这个 小白演什么 小白演的是十岁的我 十岁的朗哥 十岁的 你十岁的时候 他十岁的时候 真的是学习就特别好 对 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都还行 因为他当年考那个考分 考多少分来着 考大学 对 考大学597 你看 597 这是那个 十之九弊 真的是考这么多分的 真是快赶上我了 因为 对 我那爸拉胳膊在他那儿呢 因为我考97嘛 就差五 这都是什么 很优秀 小白演的不错 小白演一个学霸 他当年就是因为学习特别好 在学校来说 人家有了这个成绩 你到德云社之后 有好多的问题 像我们后台 谁有个什么不懂的字 事 会儿 都得问他 会儿 你们都是打牌的时候找我 老郎 这把什么会儿 都不在看牌的 旁边这个 余子琪 年轻时候的好了 对了 这是老郎的初恋 演的是老郎初恋 老郎你有初恋吗 我没有初恋 我的初恋就是我现在的原配 这是哪 这是初恋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那你 那你后悔了吗 我后悔应该是我对他还不够好 好男人 好男人也不会就如此了 他前面那半句 我他等着的 我后悔当年 我以为我后半句呢 下手早了 结果是这个 还有个旁边的九江演的谁 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跟郎哥的哥们 上学时哥们 对 教导主任 郎哥的哥们 这来说 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小插曲吧 当年那个时候演教导主任 确实少年冲动 十七八岁的时候 在这方面管的还是比较严厉的 对了 而且他那时候心态也确实比较活跃吧 看看什么电影啊 对 这个张宇航演谁啊 我演的是十五岁的郎哥和您 不是不是 三十三十岁 三十岁的郎哥演的 我演的是三十岁的您 十五岁的郎哥 十五岁的郎哥你演的干什么 可以了你可以了 三十岁的我 他演三十岁的我 确实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帅 差不多 差不多吧 这是那个年少有为 今天是两千年的 是吧 99年的 99年的 无所谓 不差 不差那半年 我大了说不丢人 九三再怀一个他 我再怀一个 再怀一台 还是注意适当运动 九男 我是演三十五岁的郎哥 还有二十岁的郎哥 对 三十五岁 搞对象那会儿 然后还有跟媳妇吵架那会儿 初恋也是他 吵架也是他 对 但是你真正的这个阶段像他这样吗 我还真没像他这么暴躁 对 因为老郎性格不是这样 但是你谈恋爱的时候有这么猥琐吗 二十岁的时候 比较猥琐 还好吧 我看他表情比那猥琐 对 要不然不可能让你骗到手 哥 是不是嫂子就真懒了 能看着呢吧 今天老哥说了 今天咱们不能演的别演啊 因为今天优酷直播 优酷录像 到时候他会看见的 妈 我就是演了一个 你演挺好的 从怀孕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 确实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我们这个工作都是这样 是不是哥 对 都是一出差半个月这种 而且演了一个父母啊 而且他的这个还演的还真不错 我妈就是像他这样比较吵呀 但是没你嘴那么碎 会会会好的 会会会 他结婚了 好的 确实演我媳妇 这孩子不错 他又超了一个人 旁边这个李小葵演谁了 我演他那个十五岁的那个 就是一块看那个 就是抢那个的那个 还有他三十岁 刚来德云兽的时候那个搭档 对于一个阶段 有一个阶段的感悟 对不对 一个阶段有一个认识的人和事 都会在一个思想层面上有一个改变 对对不对 现在来说老狼已经四十了 四十不祸了 都不让祸祸了 对 哪根也不让祸祸 旁边张伯帅演谁 我演的是您三十岁搭档 还有李九重 三十岁就长这模样了 挺好的 还有李九重他爸 行 那你演他爸你不用演 没演没演 没演没高低 我演了两个儿子 一个您儿子 一个您儿子 你这位就是个儿子 他这一下把我也勺得着了 贴跑的 龙哥呢 龙哥找什么呢 二十五岁的龙哥 我演的是给诚哥接生的护士 给我哈接生 你是不当时你给狼眼耗出来的 不应该呀 耗出来我应该有脖子 拿钱的家 还有一个去提心的朗哥 提心的朗哥 二十二十岁 二十岁的 对 你觉得提心的时候 你当时是他那种状态吗 提心的时候还不是那种状态 提心的时候 确实我有一些紧张和忐忑 但是那会儿一看见我的准老丈 准老丈母娘 我心立马就释然了 老两口子 到底要钱没有 没有 真没有 丈母娘不是那样吧 丈母娘不是那样 没有五十万W 没有 没有W 只有五十万 确实人丈母娘坦特 要什么 来来来 给你一五百百 那样了 找一好媳妇 现在还没数清楚 行话就吃软饭 合着我是坠婿 九重 九重演什么 我演了一个十岁的同学 朗哥的 然后演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丈母娘 确定那丈母娘可爱啊 就是你反派丈母娘 别不好意思 十岁那我儿子 是是 对 然后后来又演了 朗哥四十岁到就是现在的 夫人 夫人 朗夫人 他那招演得特别好 你觉得他这夫人演得挺好的 演得特别好 因为基本上跟我媳妇是原话 结尾这个底是煽情 本来我不想这么设计了 现在应该欢快一点 但是我突然间想到 我想要应该用一个温暖的展示 一个现在狼儿园的真实状态 我觉得想挺好 其实我演的就是他的真实状态 对 天天我们哥几个说聚会 老狼很少参加 这就是因为在家找孩子 然后那个你说媳妇担心他呀 父母那些操心的话呀 对 儿子说的一些 都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我们就把真实的郎和言就演活了 表达出来 对对对 我现在也没过来 就是让你 这张狗为了送我呢 你没看到 好 对 来 吹蜡烛吧 别呀 你吹真拔蜡了 因为没点蜡烛 因为你听说剧场不让点 不让点蜡烛 不让点蜡烛 也挺好的 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 毕竟咱们这个叫生日第二天 有这奖 有哪个奖 老北京就这样 对 老北京都是不过的 生日第二天 没听说过 生日第二天 洗三十二天 这样咱们老狼一会来个生日歌 好了 来 起头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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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最新的生日快乐歌 挺好的 洗个愿吧 活过来 我什么时候能还魂 挺好的 生日过了 其实有什么真的愿望吗 其实愿望也没有 既然大家来了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希望我们这些师兄弟们 也都身体健康 都有钱赚 希望德云社越来越红火 最后的陈词比较官方 我盼了 挺好 挺好 这样咱集体来个歌吧 好不好 都十点多了 今天又酷缝了 我跟你说 我下一位 今天 咱今天来个吧 老郎唱你知道吧 好不好 老郎唱一下 我简单唱两句吧 耽误大家时间 爱是一个漫长的诺言 平淡的故事要用一声讲完 光阴的传说你我只是一段插曲 当明天成为昨天 昨天成为遥远的画面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有个毛毛 很好啊 唱了一个这个 我爱我家的主题曲 对对对 对不对 咱集体来一个好吧 好 集体来个什么 是您的 老郎说一个 那就六队对歌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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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来 来 这世界很酷